我叫杨瑶 是一名苦逼的寿楼员 当天接到一个让我心痛的电话 我的母亲出事了 来到医院 医生告诉我 我的母亲发生意外 导致颅骨骨折 颅内出血 需要60万医疗费 可苦逼的我 要去拿找这整整60万 我走在楼道中满脑子都是那个数字 进到电梯后的我 终于绷不住了 一拳打在电梯上 结果电梯冒烟了 接着就是一阵失重感 电梯急速下降 就当我以为我要挂时 电梯在地下四层停了 我看到这一幕顿时就吓出一身冷汗 连忙靠在角落 快速按着关门垫 突然一只手抓住我 吓得我赶紧挣脱往后退 就当我以为要完了 睁眼一看 刚刚的一幕消失了 突然我的左眼一阵刺痛 睁眼后 脑子传来一个声音 进最里面的门 瞬间我就好像被控制一般 缓缓从电梯走了出去 殊不知我的身体莫名地出现一丝丝红线 而这些红线都连接着一个个透明的人体 我开门进去后 空无一人 只看见桌上有张卡片 我拿起卡片一看 上面写着鬼斩卖 下载就送60万 而这总骗人的把戏 我怎么可能会信呢 没错 基于用钱的我 还是死了 很快下载好后 手机上就出现了一个图标 没多久手机叮的一声 竟然真的到张60万 这下我的母亲有救了 在跑出房间的同时 身后原本没人的房间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解决完母亲的医疗费后 我回到了家 来到洗手间洗了把脸 刚抬头 结果看到镜子里面的我 竟然还在洗脸 突然他抬头向我哭来 吓得我大叫一声 飞到墙上 就在我惊魂未定时 我看向镜子 刚刚的一幕不见了 我来到镜子前 触碰着镜子 心想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时手机叮的一声 我拿起来一看 是鬼斩卖的信息 点开信息一看 是一条如果未及时还款 将死于超自然事件的信息 我看后 并没有当回事 心想 老子凭本事借的钱 哪有还的道理 回到房间躺床上 准备睡觉 结果到了后半夜 我的床底出现了无数双手 向我抓来 穷困潦倒的我下载了一个 叫鬼斩卖的软件 结果被提醒如未暗示还款 将死于超自然事件 当晚无数双诡异的手 出现在床底 向我抓来 第二天我醒来 看了一下时间 尼玛 上班要迟到了 来到公司 眼前这个人我叫他娄姐 而他好像看到了 我背后生出的无数红线 就当他在仔细看向我时 那红线却没有了 而我自从下载了那个软件 不仅手机中毒 还经常出现恐怖的幻觉 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 我来到手机店 把中毒的手机给换了 就当我以为这样就没事时 叮的一声 新手机再次出现 鬼斩卖的信息 我点开信息 上面提示我还款时间 还剩五天 就在我疑惑 他为什么还会出现时 我突然感觉到气氛不对 看到老板呆呆地站在那 我上前问他怎么了 结果他突然大叫一声 向我扑来 并掐住我的脖子 将我扑倒在地 叫我赶紧还钱 被掐得喘不过气的我 突然醒了 醒来的我就往外跑去 跑到一处巷子 心想 竟然摆脱不了 那就看看这玩意 到底是什么鬼 查看完这个软件后 原来可以接任务赚取 用金来还款 我点开难度最低的任务 上面显示404鬼宅 任务要求是10点进入房间 听到第一声猫叫后闭眼 坚持到第二声猫叫 任务则完成 当晚我就来到任务地点 往楼上走去 来到404房间的门口 刚要开门 发现这个门竟然开着 打开门后 突然我的眼睛再次传来痛感 疼得我捂住眼睛 等痛感消失后 我缓缓睁眼 结果眼前出现了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鬼 我被吓一跳 瞬间就推到墙上 再次往房间看去 女鬼消失了 这时脑子里传来一声 进门 我不自觉地走了进去 开灯后 看着这空荡荡的房间 除了味道重点 倒也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看了一下手机 时间已经到10点了 任务开始了 突然一阵苏玛赶传来 人有三急 先解放一下 而这时的小区外 有一个可疑的人 正盯着我所在的房间 如果让你一个人 在凶宅待上一晚 就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你敢吗 我看着这底座 高出一截的浴缸 觉得很是奇怪 突然灯泡发出一响 瞬间就灭了 就在我疑惑怎么回事时 身后传来一声猫叫 我知道这是任务开始了 闭上眼睛 只要等到第二声猫叫 任务就结束了 这时我想着 还是先去客厅的 可就在我走了十几步后 发现不对劲 自己竟然还在原地 接着我又跑了 结果跑了五分钟 还在原地 这他喵的 是遇到鬼打墙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传来 是我刚才急着 上厕所放客厅的手机 正好这铃声 相当于为我引导方向 接着我就跟着铃声的方向 跑出了这鬼打墙 来到客厅后 刚好手机铃声就停了 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我拉出凳子 坐了下来 准备等着第二声猫叫的到来 就在这是厕所内 传来刺耳的声 像手指在刮蹭墙面一样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突然一声吹裂声 把我都整毛了 心想厕所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我又害怕又好奇的同时 一只惨白的手出现 女鬼从浴缸爬了出来 发出诡异的声响 而闭着眼睛的 我完全不知道危险 正在向我靠近 就在女鬼缓慢地向我靠近时 闭眼的我感觉到 这诡异的声音越来越近 突然左眼一阵刺痛 一只手出现在我脚边 瞬间我就感觉到 有东西在我跟前 此时我的身体僵住 一动都不敢动 可许久不去后 却没了动静 就在我以为是自己太紧张 导致的错觉时 肩膀传来一阵 头发落下的触感 殊不知我的身后 竟然站着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鬼 而她还在不断地向我靠近 就在我觉得这东西 越来越近时 我微微回头 女鬼大叫一声 吓得我捂住耳朵 心想这肯定是幻觉 这时身后的女鬼 伸手向我靠近 就在她将抓住我时 一声猫叫起来 刚刚诡异的感觉 瞬间就消失了 这时的我心想任务 应该完成了 现在睁眼 应该不会有个女鬼 出现在我跟前吧 想到这 我还是觉得应该再等等 过两分钟再睁眼 突然门开了 有人走了进来 这个男人竟然举着大斧子 要把我给砍了 就在我还没睁眼时 门外进来一个人 来到我跟前 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睁眼时 脑子里传来一声快睁眼 睁眼一看 一个中年男子举着大斧子 说了一句你都发现了 对不对 接着一斧子砍了下来 好在我躲了过去 心想这什么情况 连滚带爬的就往门口跑去 刚要开门 却发现门被锁了 突然斧子砍了过来 我见状一堵 往洗手间跑去 结果发现洗手间没地方躲 中年男子手持斧子走了过来 我大声质问他 你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他说发现这屋子秘密的人 都得死 接着就向我砍来 我见状一堵 他砍在了浴缸上 就在我回头看去时 被砍出破口的浴缸竟然有只手 尼玛 这不会是杀人藏事吧 突然中年男子笑了 斜着头看向我 说我的下场也会和他一样 接着又向我砍来 就在我以为要完蛋时 浴缸的手突然抓住男子的脚 男子失去平衡 倒了下去 就在我疑惑时 我看到男子的脚被浴缸里的手抓住了 突然左眼刺痛 脑子里传来一个声音 杀了他 接着我就像变了个人 操起一旁的斧子 将斧子举起 砍了下去 男子瞬间没了声音 而我也贪坐在地 缓过神来的我 以为自己杀人了 爬到男子身前 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脉搏 还好没死 只是昏了过去 这时我回头看向浴缸 那手还死死地抓着男子的脚 心想这也太诡异了 跑出洗手间 准备走了 同时我也报了警 毕竟是命案 很快两辆警车来到了现场 周围的居民也纷纷走来看热闹 接着那名男子就被两名警官带了下来 男子嘴里还喊着什么 我完成失恋了 就在从我身边经过时 男子突然看向我 说记住我的脸了 让我等着 接着我也被带到警局做笔录 将鬼宅卖的信息隐藏 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随后我就往家走去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深夜一点多了 突然手机叮的一声 一条鬼宅卖的信息出现在手机上 这个撑着黑伞的男人 后背竟然也有无数红线 从警局出来后 任务也完成了 就在我高兴的同时 又来了条信息 竟然还完成了隐藏任务 奖励十几分 原本以为任务完成 这周能安稳地过去 没想到 三天后的一晚 我又听到了诡异的声响 睁眼后 发现是柜子里传来的声音 突然柜子自己打开了 给我吓得整个人都精神了 往里看去 声音越来越大 心想任务明明完成了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这时一只手伸了出来 一头长发渐渐献了出来 女鬼叹了出来 忽然伸手向我出来 吓得我大喊一声不要过来 接着把灯打开 回头看向柜子 女鬼消失了 这时手机叮的一声 我拿起手机一看 还款天数还剩两天 就在我疑惑明明已经完成任务了 为什么还要还款时 往下一看 等待买家中 这下我才明白了 原来完成任务 只是获得了房源 最终还要把房源卖出 才能算完成 可这剩两天时间 还要是优民币 这可咋整啊 就在我发愁这该咋整时 一条信息传来 上面显示可以用十积分 换取一次平台援助 我旦有转机 果断点了下去 到了第二天 我内心焦虑的等着手机来信息 时不时的看向手机 生怕错过信息 像急了过劳等女朋友信息一样 这时手机终于响了 我拿起手机查看 上面说买家已经到门口了 我跑了出去 一看竟然是个撑着黑伞 后背有无数红线的黑衣男子 我以为我眼花了 揉了揉眼 再睁眼一看 刚刚诡异的一幕不见了 这时撑伞的男子 问我是不是杨阳 我上前说是 问他平台安排的买家就是你吗 他回答是 接着就让我上车 说交易需要去特定的场所 就在我准备上车时 不远处公司一名叫老马的人走了过来 看到我上了一辆豪车 认为我这是有客户 来大单了 接着就露出一副奸人的嘴脸 竟然想撬我的单 他拦下一辆出租 上车后 就让司机跟上前面的车 殊不知他接下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个男人的身上竟然散发着寒气 很快车停了 他说到地方了 紧接着我就下车了 看着这一望无际的马路 心想怎么连个路灯都没有 我跟在他身后 来到两栋房子中间的巷子 他说穿过这条巷子就到地方了 可我看着这巷子 莫名地感觉到十分诡异 刚一脚踏进巷子 左眼再次传来刺痛 突然想起之前的经历 只要在遇到危险前 左眼就开始刺痛 难道这个地方 有危险 就在我跟着他往前走时 他突然转头 伸手抓向我 一把将我推到墙上 这时我以为他是要对我不力时 他说了声抱歉 接着说在走这条巷子时 要靠右走 我竟是自己想多了 就回应了一声 很快我们就走出巷子 来到一个有两个入口的咖啡馆 就在我准备随便开一个门进去时 一把被他往后拉 我疑惑地问他怎么了 他说要走右边的门 我问他为什么 谁知他突然一脸惊恐地说 千万不能进左边的门 而且只能和我说这么多 我听后 心想他怎么突然这么惊恐 难道左边的门有什么危险 我见他这样 也没问下去 就跟着他往右边的门走去 这时那个想撬我单的老马也到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 想着我怎么把客户 带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而且公司也没这的房源 接着他怀疑我是在接丝丹 一副要脚黄的气质 走进巷子 突然他就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一样 扶着肩膀靠在墙上 一副撞脱臼的感觉 接着手上莫名地多出几缕头发 老马正疑惑这头发哪来的 突然身后传来声响 回头一看 巷子内突然多出一排排整齐又诡异的人 吓得老马呆愣在原地 这是队伍中其中一个披头散发的探出半个身 露出一只眼睛 死死盯着老马 跑出巷子的老马 回头往巷子看去 发现刚刚诡异的一幕不见了 正想着怎么回事时 老马突然笑了 心想肯定是自己为公司操心太多 工作劳累导致的幻觉 紧接着他就来到了有两个入口的咖啡馆 这个鬼宅卖背后到底是什么组织 他们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老马走到有两个入口的咖啡馆 心想洋洋他们应该是进这里了 随后老马选了左边的门 将门打开后 就是一组滚物的气息 进去后 只有一条一望无际的通道 而且这里散发着恶臭 殊不知老马头顶 出现了一只只类似眼睛的东西 忽然无数长着一模一样的人脸出现 其中一个还流出了口水 落在了老马身上 此时的老马还没发现异常 突然身体一阵骚痒 往脖子抓去 触摸到了一只只眼睛 接着老马看向摸到东西的手 手上竟然也长满了 秘密麻麻类似眼睛的东西 这是一阵疼痛传来 老马后背无数眼睛不断蔓延 直到无数眼睛将老马覆盖 而我正坐在一个房间等待买家 眼看时间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我问他怎么人还不来啊 他让我稍等 执行官稍后就到了 这时门开了 无数红线从门外伸了进来 忽然我的左眼传来刺痛 门外一个若隐若现的女人走了过来 他进来后 来到我跟前 伸手指着我 说我是什么新人 而他给我的感觉 让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这时我才发现带我来的男人 完全不敢直视他 而且还很害怕的样子 而眼前这个女人伸着舌头 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 却说着让我不要紧张的话 可我的左眼一直提醒我 这个女人极度威胁 让我赶紧结束交易 离开这里 我站起来催促他尽快完成交易 很快手机传来信息 交易完成 我没想到扫一下码就完成了交易 心想这个鬼斩卖到底是怎么获得房产的 突然手机再次传来信息 上面显示我的姓名 职业 等级 这是他告诉我等级升级后 可以挑战更高难度的任务 此时的我心想 这个软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组织 他们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接着他对着我身边的男人说 43号买家你们可以离开了 忽然他从身后抱住我 让我要好好保密鬼宅经纪员这个身份 小心被人夺走成果 我说了声谢谢 就离开了 回到自己的地方后 我走在路上看着手机的信息 一天后 就是下周的还款任务 我点开上面两颗星的任务 钉的一声 任务解锁 阴山鼓楼 难度二星 没想到刚解锁二星任务 阴山鼓楼 天空瞬间 无数乌鸦惊慌逃离 接着电影 一道闪电在我眼前 就在我惊恐这等回事时 看到路口出现一名老太正在烧纸前 嘴里不断念着亲人以鲜游 为成儿孙福 游魂于千里 如何度思量 我见那么邪门 赶紧从老太身边离开 心想怎么这次解锁任务 就遇到了一连串不祥的征兆 打开手机查看任务 上面显示任务要求 明晚十点前往阴山鼓楼 存活到天亮及任务完成 我点开地图查看位置 是在临江山 可先前公司团建就在那 我并没发现什么鼓楼 而原本应该挂了的老马躺在地上 起来后 一阵头痛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路上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先前发生的一切 到了第二天 楼杰走在路上 经过一名男子 发现该低头玩手机的男子身后 跟着一个红银女鬼 接着一旦踏车往男子驶去 一声杀气通过后 男子倒在了血泊中 而这次的意外就是他导致的 原来楼杰以前就能看到 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的家人知道后 给他求了一张符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看到脏东西了 直到看到了我后背的红线 他知道我这是被脏东西缠上了 而我正关闭电脑准备下班 楼杰走来问我怎么那么早下班 接着他看我印堂发黑 鼻梁上引线横死线 见我这是将死之兆 给了我一样东西 我看着手上的东西 竟然是一张符 楼杰说这符是给我转运保平安的 我听后 对楼杰说了声谢 心想有了楼杰的平安符 今晚的任务一定没问题 很快我就来到了临江山 我站在山下 观察着这地方 确认了一下手机上地图的位置 看着这诡异的石梯 心想大晚上进山 我简直是在作死啊 不过也没得选了 得抓紧时间 十点前进入山顶的鼓楼 突然一旁的草丛发出声响 顿时我就紧张了起来 往那发出声响的草丛看去 心想不会开局就遇到脏东西了 接着草丛内隐约有双眼睛 突然两只眼睛发出诡异的红光 如果你大半夜在深山中遇到一位老太 千万不要搭理 小心他把你带到他的家 乱葬岗 原本以为开局就遇到了脏东西 结果窜出来的是只猫 我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猫咪 还是只肥猫 见识虚惊一场 我接着往山上走 可就在这上山路途中 总感觉周围有股诡异的气息 就像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一样 突然我的身后传来声响 心想怎么有脚步声 就在我以为是自己太紧张 产生了幻听时 身后再次传来脚步声 而且不是一个人的 回头一看 并没有人 心想可能是自己太紧张了 就在我接着往山上走时 不知我的身后竟然跟着无数冤魂 就在我走到半山腰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下意识我以为是鬼 结果灯光照过去 是一个老太站在那 松了口气的我 突然觉得不对劲 怎么大半夜 山里会有个老人 这时老太开口说话 让我帮帮他 他说自己是附近的村民 自己的孙女在这深山失踪了 让我帮他一起找 我看着老太也不像庄的 于是打算帮他 突然我想起了任务里的额外任务 难道他们是任务里的救助对象 我看了看时间 还算充裕 于是上前 和老太说帮他一起找 刚上手扶着老太 我就感觉不太对 怎么这老太身体是冰的 就在这深山中 我跟着老太一边走一边找他的孙女 可我发现这越往里走 离我要去的地方越远 而且自己都要迷路了 这时我问老太 您确定您的孙女是在这边走丢的吗 她回了生事 结果我往前一看 竟然是个乱葬岗 就在惊恐的同时 我看向眼前这个老太 心想他带我来这做什么 突然他拉着我继续往前走 这时我才发现不对劲 他可能是要害我 不行 我得赶紧离开 就在我准备把手抽回离开时 手竟然抽不回来了 突然他加快了脚户 拖着我往前走 来不及反应的我 突然听到了哭声 是坟墓后面的林子传来的 远远看去 若隐若现有几个人影 定睛一看 竟然是几个身穿白衣 披头散发的鬼影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 看似小女孩的鬼影 你知道在深山中 出现诡异老太 还被带到乱葬岗 该怎么办吗 就在我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惊恐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出现了一个小萝莉 正是老太的孙女 小萝莉哭喊着奶奶 向我们跑了过来 一把投入老太怀中 我见着温馨的一幕 心想原来是个小女孩 看来刚刚的鬼影 应该是昏暗环境中 忽数造成的错觉 我拍着胸脯 还好是个人 不然还以为真撞到什么 孤魂野鬼了 我们回到上山的时间 与老太简单聊了几句后 他见我不下山 还要上山 告诉我这山林 越到深夜 越是危险 特别是那山顶的邪雾 我一听 邪雾 心想这老太怎么会知道 回头往山上看去 看来任务上的鼓楼就在上面 和老太到了生别后 我准备上山 这时老太给了我一样东西 我抓着手上的东西 一看是个井囊 老太告诉我 这个井囊要再进入鼓楼前打开 或许能有些帮助 我到了生谢后 老太就往山下走去 嘴里还说着 为什么世上好人总是难以偿命 很快我气喘吁吁的到了山顶 来到了一处贴满扶植的鼓楼 看着这一眼就能看到顶的鼓楼 心想还真是诡异 拿出老太给的井囊 打开后 是张黄纸 忽然黄纸燃了起来 吓得我扔掉了燃烧的黄纸 心想这你码什么情况 这时手机传来信息 是鬼斩卖的信息 上面显示 完成隐藏任务 获得老太井井囊 有十秒查阅时间 我点进去一看 上面提示 三声猫叫后 不同的躲藏位置 我看完这条信息后 心想这个老太到底是什么人 而且自从接了这次任务后 又发生了种种异响 似乎预示这次任务异常凶险 随后我往鼓楼走去 撕下上面的符纸 推开这鼓楼的门 忽然左眼传来刺痛 弄得我跪倒在地 这次的疼痛竟然比以往的都要剧烈 将手从眼睛一开后 目入眼帘的是一口贴满符纸的红色棺材 我查看着这宏观 心想这怎么会有棺材 而且还是宏观 之前看过一篇论坛 上面说棺材分黄黑红血棺四种 而且越往后 被镇压的邪物煞气越重 我看着眼前这幅宏观 此时内心慌的一批 这要是里面的东西跑了出来 我不得隔屁啊 连忙拿起手机 看看还能不能取消任务 可上面提示无法取消任务 尼玛 这下巴逼屁了 这时突然一声猫叫传来 第一声猫叫传来 我瞬间就紧张了 突然宏观发出声响 煞气从宏观内飘出 就在我看着宏观惊慌时 棺材开了 我连忙跑上祭台 往里面躲去 同时宏观不断发出声响 突然一声巨响 棺材落在了地上 一双干笔的手从棺材伸了出来 接着里面的鞋雾窜了出来 一双千年香榜角落在我跟前 它站在祭台前 不断地用它那干笔的鼻子 嗅着空气中的味道 接着就往其他地方跳去 而躲在祭台下的我 知道这是一只僵尸 就在它越跳越远时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停了下来 用鼻子一直嗅 接着回头往祭台这来 就在我疑惑它怎么又回来时 一双脚出现在我跟前 给我吓得差点湿镜 此时它不断在空气中用鼻子闻 这时我才知道它是在嗅我的阳气 我立马捂出口鼻屏住呼吸 希望它赶紧离开 可它还在祭台外站着 而且还不断地在闻 就在我快憋不住时 它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直接给我整麻了 僵尸竟然还会笑 突然外面的影子下压 一只手出现 把黄布掀起 它压下身子 笑着看向我 瞬间给我吓得大叫一声 接着它伸手抓向我 无处可躲得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向我抓来 突然一声猫叫 外面的宏观内浮现符文 无数所谓宏内探听 网关盖和僵尸身上的红色东西索去 接着僵尸被锁链往后一拉 回到了宏观上方 一声巨醒 僵尸再次被封印在宏观材内 还没缓过神的我 才知道是第二声猫叫救了自己 没多久红关再次发出一响 随着那关盖快要被震开 左眼传来刺痛 一声废物快走 我从计台下窜出 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 我爬到了房梁上 又是一声巨响 棺材内的僵尸再次站了起来 他从棺材内跳到计台前 直接把计台拍成两半 见计台下没人 养头大了 不断地在周围跳动 寻找猎物 就在我观察着他时 他来到了房梁下 停了下来 不断地寻找猎物 此时的我只希望他赶紧离开 突然我的手机从口袋脱落 尼玛 这下完蛋了 这佛像后面的图腾到底 和之前第一次任务 遇到的男子有什么关联 就在手机快落在僵尸头上时 我一把抓住了手机 忽然僵尸一跳 差点和我来了个头对头 就在他跳过去后 我摇一用力 回到房梁上 看着他在楼内来回蹦搭 接着第三声猫叫传来 下面的红关抖动了起来 红关内不一再起 锁链其出 裹住了僵尸上的东西 一把往关内拉 接着关盖盖上 我从房梁上跳下 按照提示往佛像后走去 这才发现是个无头佛像 走到佛像后面 就发现墙上有个图腾 我看着这图腾 好像在哪见过 是第一次任务 那个男人脖子后面的纹身 正想着两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时 一声开门声喘来 我以为是僵尸出来了 探头往棺材看去 竟然是徐店长和老马两人走了进来 心想他们怎么会来这里 原来之前上山时 听到的脚步声是他们 这时老马指向前面 叫徐店长看 徐店长看到眼前的宏观后 并没有感觉到害怕 反而说这里可能是一桩 而我听到后 心想你的心可真大 等一下僵尸出来就完了 突然宏观开始颤抖 关盖打开 一只手伸了出来 这时老马好像看到了什么 眼睛都动大了 僵尸就站在徐店长后面的棺材上 徐店长回头一看 僵尸就在他跟前 吓得他大叫一声 瘫坐在地 我见僵尸出来 心感不好 此时僵尸仰着头 不断上去铁衣笑声 突然僵尸向两人扑去 掐住两人的脖子 高高举在墙上 两人被掐得就快挂了 而僵尸就像看到大餐一般 嘴都咧到后脑绳了 接着他张开血盆大口 将两人的精气吸了出来 我见状不好 向僵尸扔出一颗石子 僵尸回头 往石像看去 将手上抓着的两人松开 而摔在地上的两人 已经昏迷不醒了 接着他往石像跳去 我听有跳动的声音 心想应该是停止了 西施老马两人了 就在我屏住呼吸 希望他不要往这边来时 突然没了动静 正想着怎么回事 上方落下不明液体在头上 我上手一摸黏糊糊的 抬头往上一看 我瞬间就呆住了 他正趴在石像上看着我 而且还说了一句 找到你了 你见过死了千年的僵尸 竟然还能口吐人言吗 就在我惊恐时 他一爪子下来 过去 往门口跑去 忽然他瞬间就出现在门口 向我哭来 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从口袋起出脯纸 也不管有没有用 往僵尸贴去 直接贴在僵尸脑门上 瞬间僵尸脱手 退出三米外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接着他笑了起来 就在我以为脯纸没用时 僵尸头上的脯纸出现雷电 一心炸 僵尸倒地 伴随着一声吐震 僵尸没了动静 直到他身上的雷电散去 一股烧焦味传来 我走上前去查看 突然他睁眼 起身向我哭来 再一次将我掐住 同时他张开血盆大口 将我的精气吸出 吸入他的口内 这次我可能真的要完了 就在我一时逐渐模糊 认为是要挂了 一声废物传来 有我刺痛 瞬间我就像变了一个人 抓住僵尸爪伏的同时 我还说了一句让我来帮你 结果不是我的我一把掐住僵尸 墙上一推 此时的僵尸还想反抗 我哼了一声 手一用力 僵尸被掐得放弃底下 这时的我就像看到了美食一样 盯着僵尸 大喊一声我要开动了 结果僵尸猫低了 接着我的左眼 直接把僵尸吸了进去 等我醒来时 起身摸着疼痛的头 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心想自己怎么会在医院 突然我想起了任务 一看手机 已经29号了 而且任务过去已经三天了 也不知任务结果怎么样 点开信息一看 任务竟然完成了 接着手机来信息 上面显示完成额外任务 获得60积分 这时门口传来开门声 娄姐走了进来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 楼下的长椅坐着 娄姐说我们是被 上山沉练的人发现的 经过医生的检查 说我们是胀气吸入 过多导致的昏迷 这时我突然想起 僵尸被娄姐给的 福祉击中的场景 我看着眼前的娄姐 心想她为什么 会有那种威力的福祉 还有她究竟是什么身份 这个娄姐到底是什么身份 难道她和鬼宅脉 背后的组织有什么关系 出院回到住处 正泡着澡 缓解一下疲劳 突然气氛变得诡异 浴缸里的水 多出一些长发 不一会整个浴缸 吓得大叫一声 接着一双手从水里伸出 将我压进水里 只见这浴缸就像大海一般 我被它一直往深处拖 而且还有更多的水鬼 向我抓来 就在我拼命挣扎时 一口气吐出 从浴缸醒过来 往手看去 全是抓痕 此时的我看着自己的手 惊慌失措 心想这债催得也太狠了吧 走出浴缸 拿起手机一看 还款天数还剩四天 回到客厅的 我正用积分申请平台援助 结果平台援助失败 只能在拍卖会交易 这下给我整部会了 在手机上的一顿操作后 找到了拍卖会的界面 我激动地点了进去 结果尼玛 等级不够 无法解锁拍卖会 这下我彻底懵了 拼死拼活完成了任务 竟然没法出售房源 这不是要我老命吗 这时的我只能看看 有没有什么低薪的任务 一看有个二星人偶 解锁查看 任务要求明晚十二点前 进入人偶屋找到我 经过之前的经历 我搜了一下位置 内容都是发生灵异事件 看来这个地方也不简单啊 我躺在沙发上 查看了许多内容 也没看到有说人偶屋的 所以没了紧张的感觉 突然我想起了 差点被僵尸搞死的情景 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想到了积分 应该还有别的作用 点进积分界面 上面提示 可以用四式积分解锁一个道具盲盒 能在关键时刻救自己的命 我点击解锁 上面提示已解锁 但是要开盲盒 还要消耗积分 这泥马也太坑了吧 比郭老还坑 不过想想之前 我和老马他们的情景 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果断消耗时机分开盲盒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从房间出来 发现桌上多了个东西 是昨晚兑换的盲盒 我打开盲盒 一看竟然是符纸 盒子里还有一张纸 上面写着五张符纸各自的作用 这个地下停车场外的地上 竟然都是符纸 而且看上去像一个阵法 我来到任务地点弃负老街 走进去后 四处观察 发现很多商铺都关闭了 这时我找到了任务上的人偶屋 上前准备进去看看 结果门是锁上的 而且还是从里面锁的 我趴在玻璃门上 想看看里面的情况 殊不知里面一场诡异 而且楼梯上好像还站着个女人 可我却什么也看不清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老头的声音 过于紧张的我回头大喊一声谁 一看是个老爷子 他问我是不是要进去买东西 接着又说这家店已经半个月没营业了 让我没事赶紧离开 突然路边的音响响起了音乐 我一听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放歌 这时老爷子说 时间到了 要清场了 接着他又说这个老街 每到深夜都不太平 所以保安会在九点前清场关闭老街 老爷子说完就走了 这时一阵阵脚步声传来 五个保安进场 准备清场关闭老街 我见状连忙往里跑去 这要是被发现了 再进来就难了 突然前面出现两个保安 吓得我缩回墙角 往其他地方躲 只见寂静的老街内只有脚步声 就在我躲着保安越走越往里时 身后传来保安的对话 我见状不好 发现前面用铁栏围着 写着禁止通行 走上前去 地上铺满了符纸 上前一看 感觉这地上摆放的符纸 好像一个法阵 这时我想起了之前看帖子说的 地下车库发生过灵异事件 我看着眼前这个充满邪气的地方 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正准备离开 身后的保安已经查了过来 我见没地方躲 只能跑进车库暂躲一下 我躲到一个墙角 感觉这里格外的阴冷 这时两名保安已经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保安问要不要进车库查看 另一个听后激动地说 你脑子坏了吗 这地方可邪门了 几年前这里每晚都会传来女人的哭声 结果几个不信邪的小年轻 进去寻找真相 却一个也没出来过 后面一对搜救队进去后 只活着出来一个 他说在里面看到了无法描述的恐怖 最后请来了大师做法 才暂时将这里镇压 那名保安说完 拉着他的同事就走了 我见两人走了 刚要出去 车库内就传来女人的哭声 我回头往里看去 正疑惑这是哭声还是风声时 殊不知里面正站着一个白衣女骨 突然我的左眼一阵刺痛 传来一声快走 左眼刺痛 一声快走 我往车库外跑 突然一只手出现 在地上滑出印记 就在我跑出车库 回头往车库看去 总感觉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想拉我进去 离开车库后 突然听到有人唱歌 而且这是小孩的声音 随着歌声越来越近 眼前出现三个小孩 心想怎么会有小孩出现在这 突然其中一个小孩指向我 说要我当鬼 接着跑过来拉着要我陪他们玩捉迷藏 一听他们要我当鬼 我想到了任务要求时找到我 难道这个游戏和任务有关 随后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三名小孩见我答应了 就跑去躲了起来 等我开始往他们跑的方向寻找 正想着这里这么绕 不好找时 就发现前面有个小孩坐在墙角 接着我捏手捏脚的靠近 大喊一声 找到你了 结果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 心想怎么没反应 我用手搭在他肩膀上 上前一看 恐怖的一幕 直接给我吓得大叫一声 刚刚的小孩竟然变成了一具木偶 我蹲下观察了一下 难道下一个小孩也是木偶 就在我离开寻找另外两个小孩时 前面地上就躺着一个小孩 走上前去 果然这些孩子都是人偶变的 突然前方有一响 我跑上前去 一看 二楼窗户上是第三个小孩 等我跑到他所在楼下时 发现这里竟然是人偶屋的后门 我看着二楼的窗户 心想他们果然是在给我指引 接着我借助一旁的盆栽跳上二楼 来到楼层内 往前面的房间走去 来到其中一个门口 刚打开一条门缝 突然门就被关上了 给我吓一条 这房间内有人 当我再次尝试将门打开一条缝 结果又被关上了 就在我和这门僵持了许久后 也没把门推开 心想只能用撞的 功力一撞 一个恐怖面容出现在门后 和我来了个照面 直接给我吓得大叫一声摔在了地上 这一下给我吓得不轻 正想着要怎么办时 门把手突然动了 接着门慢慢地开出一条缝 半个人影出现在门后 紧接着就是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鬼出现在眼前 门后竟然是个 披头散发的女鬼 突然她的身体发出一响 动了起来 我听声音有点类似 齿轮运转的响动 而且目前左眼也没发出警示 我走上前去 看着眼前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 我抓住她的手 不但有着人类皮肤的触感 而且还有明显的机械硬感 看来这是巨仿真人偶 我走过这人偶 来到屋内唯一一个 能藏人的箱子前 刚打开箱子 一股浓重的血腥未扑来 打开箱子后 里面竟然全是人头 我看到这一幕 瞬间头皮发麻 拿起一个查看 果然这些都是 只是人偶头颅道具 就在我不断翻找时 突然手上黏乎乎的 往手上一看 竟满手血迹 难道这些人偶头颅 是人偶是把真人的皮肉 包下安在这些人偶道具上的 这时的我一边后退一边 想着不会有这么变态的人吧 突然一脚踩到了东西 回头一看 刚刚的人偶竟然面向屋内 是正对着门的 怎么现在是面向屋内啊 就在我怀疑这人偶觉得有问题时 他突然动了 而且还举起了双手 发出诡异的声音 我见状不好 往门口跑去 跑出门口后 立马将门关上 往另外一个房间走去 来到门口 扭共门把手 将门打散 往里屋看去 并没有什么诡异东西 突然床底发出响声 我紧张地看向床底 心想难道那第三个孩子躲在床底 我慢慢趴下往床底看去 只见床底一片漆黑 忽然一双诡异的眼睛出现 定睛一看 一个姿态诡异的人偶出现在眼前 直接给我吓得往后退去 心想这到底是人还是人偶 这时床底持续发出一响 那鬼东西的手伸了出来 一种诡异的姿态向我靠近 我见状不好 连马往门口跑去 将门关上 心想这两个房间也太诡异了 我见这也没我要找的东西 也不想去招惹 只有楼下没有搜索 走下来 两边的橱柜都是人偶 但至少没有上面那两个鬼东西恐怖 而且任务中的找到我 应该就是那第三个孩子 我来到其中一个橱柜 拿下一个人偶查看 就在我观察这个人偶时 忽然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等我在戏看时 并没发现任何诡异之处 把他放回橱窗后 准备去其他地方查看 就在我刚走开时 那人偶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衣服 如果你被一群诡异的人偶一直盯着 你会怎么办 就在我往其他地方找那第三个小男孩时 一只人偶的手拉住了我 回头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 此时我感觉不对劲 往门口跑去 刚跑到门口 发现门口静坐着一个人偶 可之前我在门外往里看时 明明没有任何东西 那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坐在这的 忽然他回头看向我 那眼神极其诡异 给我吓得一哆嗦 连忙往其他地方跑去 同时继续寻找那第三个男孩 可找了许久 也没找见那第三个男孩 就在我一会儿这小男孩到底躲哪去时 发现一旁墙上 竟然有一扇暗门 我来到这暗门前思索片刻后 感觉那男孩很有可能就在里面 上手将门推开 随着一声开门声 我的左眼刺痛 再次将我痛跪在地 缓缓睁眼后 自己竟然置身于屋内了 可刚刚明明只是开了门 怎么就在一个陌生的屋内了 而且周围的环境 就好像是一个诡异的空间 我往窗外看去 竟是一片血红景象 而且原本的暗门也变成了普通门 这时的我察觉到自己可能是进到了另一个空间 我走到门口想看看能不能离开这里 可这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瞬间一种压迫感传来 我跑向另外一扇门 结果一看 这门也被锁上了 无意间我看到桌脚下压着一本书 拿起来一看 上面写着三年二班 钱家豪 翻开本子 里面夹着一张全家福 就在我看着这张照片时 发现照片中的男孩和我要找的那个孩子一模一样 看来他确实是任务中要找的人 突然我觉得他旁边的三个人有点眼熟 意想竟然是刚刚遇到的三具仿人偶 就在我惊恐的同时 我看到本子上写着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然后就是写着一些家庭不和谐的字样 原来他的父亲是名人偶师 由于家人经常吵架 导致年纪最小的自己成了所有人发泄的对象 从此变得孤僻 只和人偶说话 直到男孩的妈妈离开了 男孩的爸爸向他保证会把他妈妈接回来 第二天他的爸爸确实把他妈妈带了回来 可他的妈妈却异常奇怪 非但不再和他爸爸争吵 而且还异常顺从他的爸爸 从此以后他的妈妈却变得异常安静 这个男人竟然将自己的家人活生生做成了没有情感的人偶 自从男孩的妈妈回来后 家里再也没发生过争吵 可他哥哥姐姐的神情却异常害怕 直到他的哥哥消失 再次回来后 也变得麻木呆滞 接着就是他的姐姐 从此他全家无比安静和谐 而男孩知道自己将是下一个人偶 我看完这最后一句话后 放下本子 心想这个男孩最后可能也被做成了人偶 而我现在所处的空间应该是那男孩的怨气所化 突然窗外布满头发 而且不断往屋内渗入 就在我惊慌失措 不知怎么办时 一手捉迷藏的童谣响起 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 随着门外的声音越来越近 压迫感不断传来 接着就是一阵撞门声 而且门外还传 爸爸会找到你的话 我知道这是男孩的父亲 现在这个场景应该是男孩最后经历的一幕 看来他这是为了让我感受他最后的绝望 才把我困在这个空间 忽然一声过力破碎 我眼看只是要闯进来了 却没有半点发子 突然强势出现另一 从两边拉开 我一看 竟然出现了新的场景 这时门外男子已经将门撞破 一只鼠身地进来 我见撞过 跑进新的场景 这里每扇门都对应着男孩的家人 就在我纠结要进哪个房间时 男孩的固体已经吵进来了 我见没时间了 我断选择了男孩的房间 进去后 我不断寻找能出去的钥匙 却什么也没找到 这时他已经走过来了 我连忙往床底躲 突然一个人偶出现 给我吓一跳 我见只是个普通的人偶 赶紧爬进床底 躲进去后的同时 他也进来了 此时我都崩溃了 不但要找钥匙 还要躲避人偶式的追击 这时我看向一旁的人偶 想到了日记中 男孩说自己唯一的倾诉对象 只有人偶 所以这钥匙应该就在这人偶身上 我从人偶身上找到钥匙后 观察着那诡异男子的君 他在房间内四处走动 寻找我的身影 见找不到我 就离开了房间 而我看着手里的钥匙 心想只要等他搜寻其他房间时 就是冲出去的时候 可等了许久 也不见有进其他房间的声音 这时我看向门口 知道为什么没有动静 几个房间 只有我这个房间是开的 其他都是房门紧闭 看来这个人偶 是是故意不找到我 很有可能他现在正服在床上 等着我这个猎物出现 这时我看向人偶 心中有了计划 将人偶扔出床底 诡异男子听见动静 直接往后头一拳砸去 而我已经爬出床底往门口跑去 同时他也发现了 我回头看去时 那诡异男子已经向我追来 而所容貌极其恐怖 跑出房间后 往内上了锁的门跑去 可眼前的一幕竟都是头发在蠕动 就连那门上的锁也被头发缠绕包裹 这时那男子追了什么 回头一看 他已经坐到了跟前 一声就想透 我一个翻滚躲得过去 撞在了墙上 忽然那诡异的头发缠住了我的手臂 直到身体上都是那头发 此时我顿感不妙 我看诡异男子已经来到了跟前 直接咬在了我肩膀上 瞬间的痛感让我大叫一声 同时我锁住他 举出符指 贴去 贴在了他那有坑的脑位上 瞬间他不断颤抖 眼神电暗 直到完全静止不动 我见扶植起了作用 扯断身上的头发 来到内上了锁的门前 把锁上的头发扯掉后 用钥匙开锁 将门推开后 一个熟悉的符号出现在眼前 突然周围发生变化 我从幻境中出来 同时身上的伤也消失了 我走进这暗门 看着这个熟悉的符号又出现了 往里面走之后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当我走到一处拐角 看到的东西 瞬间让我惊恐万分 这个小男孩竟然被自己变态的父亲开膛破肚 我看到这一幕瞬间干熬了起来 眼前这个地方竟然是人偶尸的作案现场 看来任务中的找到我 是指这具男孩尸体 就在我慢慢缓过神来时 身后走来一个人 手持匕首出现在我身后 瞬间我左眼刺痛 一把匕首向我刺来 而裹了过去 往一旁跑去 回头看向那人时 只见他脸上竟然也有那诡异的印记 忽然他向我冲来 说要砍下我的头 我一个侧身躲过 抓住他的手 往他胸口一用力 直接将他摔了出去 只见他摔倒在地 而我却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自己做的 这时他缓缓起身 一个剑步冲上去 剃掉他手上的匕首 将他按压在地 同时质问他为什么要那么残忍地伤害自己的家人 还有你嘴角上的印记背后是什么组织 忽然他一用力挣脱束缚 从口袋取出一瓶东西 将瓶子内的东西泼向我 只见一群头发向我飞来 同时缠绕在我的身体上 而这些头发就像有生命力一般 不断地在我身上蠕动 这时男子手上拿着一个箱子 说自己的试炼已经完成了 接着就跑了出去 我见状快速扯掉头发 追了上去 可追到屋外后 人已经不见了 我坐在石阶上 自责自己没能把他抓住 随后我拨打了110 报了警 很快警方封锁了现场 展开调查 而我也再次被带到警局问话 从警局出来后的我 心想任务中这些有文身印记的作案者 应该是某个神秘组织背后的成员 我回到住处后 不知怎么的脖子莫名的酸痛 来到洗手间的我 还以为是搏斗时受了伤 殊不知我的肩上静骑着那个小男孩 这时手机传来信息 上面提示任务完成 但没有完成额外任务 眼看还款时间只剩下两天 这也太难了 到了第二天我来到了公司 原本以为又要被一顿训斥 结果店长不但没有训斥 反倒关心了我两句 回到工作岗位的我 原本打算摸鱼 突然手机响了 一看是个未知电话 接听后 竟然有人找我买房 这群路人突然就像中邪一般呆愣在原地 接着一群人就像疯了一般向我呼来 公司为了庆祝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单 让我请他们吃饭 而我知道这应该是开运服的效果 吃完饭和楼姐走出酒店 与她分别后 正准备离开 忽然身后一种不安的感觉传来 回头看去 刚刚还挺正常的路人 竟像中邪般站在原地 我正疑惑怎么回事时 上身就跑 结果刚刚的一群人都朝我追来 而且这群人就像丧尸一般 眼看就要抓到我了 一个闪身躲过 脸被划破了 接着身后扑来三个 过去 往前跑 结果脚被石头绊倒 失去平衡 摔到了马路中央 此时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突然地上传来墙内的证明 一只长得嘴的大虫子出现在眼前 而且他满嘴獠牙 上身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眼睛 接着他朝我扑来 还没反应过来的我 左眼刺痛 虫子变成了卡车状况 将我撞出十米远 顿时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 很快身边就围满了人 有人将我扶起来后 我慢慢恢复了意识 这时手机传来信息 一看信息 还款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此时我深知不妙 立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去 而在原地的群众见我被卡车撞了 还见不如飞 都懵了 到了第二天 在公司的我 拿着手机 一直等着平台援助的买家 眼看时间一点一点的流失 手机终于来信息了 买家已到门口 我跑了出去 还是上次那个买家 上车后 再前往交易地点的路上 我发现他这次神情很是不安 很快车停了 我们再一次来到了这个交易的地方 突然男子停住了脚步 浑身颤抖 回过头来 惊恐地说一切都是阴谋 他说自己不是什么43号 真名叫陆川 而且还让我救他 就在他要接着往下说时 他突然变得异常难受 跪在了地上 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一般 说不出话 眼看他越来越难受 这时他的舌头上发出了灼烧的声音 我一看 竟然是那个符号 这两种符号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陆川交给了杨瑶一样东西 说一切都是阴谋 结果刚说完 他的身体就开始消散 直到最后 他希望杨瑶找到他 替他说声对不起 说完他就彻底消失了 同时杨瑶看向站在通道另一边的女人 质问他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他并不想告诉杨瑶 说他等级太低 没资格知真相 杨瑶还想接着逼问下去 结果他急了 一股威压逼向杨瑶 被威压震慑的杨瑶 瞬间安静了下来 之后杨瑶完成了交易 等级提升到了二级 看着陆川临死前给的东西 一张照片和一把钥匙 他根据照片背面的地址 来到此处 准备调查陆川成为买家之前的一切 来弄清鬼斩卖背后的秘密 随后照片中的女人出现了 杨瑶上前搭话 告诉他 是陆川托我来找你的 他听后 身体开始颤抖 回头告诉杨瑶 陆川已经死了一年了 杨瑶听后不敢置信 随后拿出他的照片 告诉他自己 确实是陆川托我来找你的 女子看到照片后 将杨瑶带到了陆川死后的地方 他看着陆川的一想 说他在事前 经常夜不归宿 而且时不时还联系不上 直到有一天 他的父母告诉了我他的死讯 女子说完 便问杨瑶陆川想和他说什么 杨瑶告诉他 陆川想和你说声对不起 女子听后 既无奈又伤心 和杨瑶说了声谢谢 就离开了 而杨瑶看着存放陆川骨灰的柜子 用陆川给的钥匙 往柜子上试了试 打开柜子后 里面放的竟然是一部手机 随后杨瑶拿着手机 来到了一处公园 开机后 手机界面竟然也有一个 鬼宅卖的软件 难道他在成为买家前 也是一位鬼宅经纪人 杨瑶点开基本信息 上面显示正是陆川 看来他是没完成任务 被制裁处死的 可为什么殡仪馆里 没有他的骨灰 反而以买家的身份出现呢 这个男人死后 一向内放的电视手机 不是骨灰 而且还被炼成了活死人 杨瑶正看着陆川手机里的信息 突然手机提示非用户登陆 接着手机出现故障 鬼宅卖的软件消失了 正疑惑怎么回事时 发现了一个随笔日记的软件 里面记载着陆川部分 执行任务的录音 原来他也去过那家医院的停尸房 任务要求是要在里面待一晚 结果遇到了恐怖的一幕 之后还听到了藏室柜里传来歌声 后面因为任务越来越危险 拒绝了执行 结果遭到了灵异危险 还连累了他的爱人 心意也遇到了灵异事件 而他最后的一次任务 是在那欺负老街的地下车库 遇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 那的入口的阵眼早已失控 还有任务中遇到的另外一个事例 是一个叫血泪的地下组织 他们通过完成试炼加入组织 更恐怖的是 他们能通过咒院来一划身体 就当杨瑶听到陆川说 真正的危险不是敌人时 手机再次提示非用户登陆 接着手机直接格式化 所有关于鬼斩脉的信息全部消失 这时杨瑶自己的手机响了 接听后 是医院打来的 杨瑶的母亲不见了 来到医院的监控室后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她进了杨瑶母亲的病房 可她很快就出来了 并没有带走杨瑶的母亲 她进电梯后 回头看向监控 这时杨瑶发现了异常 她手上也有那符号 开始怀疑自己母亲的意外 或许和这两个符号 其中的一方势力有关系 而杨瑶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断解锁房源完成任务 从而找到真相 和找到自己母亲的下落 最后杨瑶解锁了三星任务 前往甜蜜家园的废弃旅社 体验流浪汉的意外 探索全部房间 而那个地方 因挖到一口树葬的棺材后 几个承包商就接二连三的死于非命 最后项目烂尾 成了一处废弃产业园 府城产业园 因挖到一口树葬的棺材 导致三名承包商 相继死于非命 杨瑶根据任务地址 来到多年前 发生灵异事件的府城 在里面遇到多名流浪汉 其中一个叫老贾的流浪汉 见杨瑶不向流浪汉上前搭话 杨瑶也不慌 扯了个谎后 跟着老贾往前走 来到了任务中的甜蜜家园 接着几名流浪汉相继点了香 老贾说这种叫井香 而这种荒废多年的房子 多少会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要点香喂饱他们 才能进去 杨瑶跟着他们进去后 发现每个人都站在门前 接着就是一阵敲门的声音 而这种做法是 以房屋内有不干净的东西 提前敲门后 门可以打开 才能进去 相反则不能进去 至于最里面的房间 是最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没人会去住 随后杨瑶跟着老贾选了一间房 进去后 便和老贾住一起 此时楼外景 而楼内则是鬼气森森 杨瑶见老贾睡着后 看了一下任务进度 走出房门 开始探索全部房间 走到最里面的几个房间时 杨瑶内心总觉得不安 所以打算先上楼探索 刚踏上楼梯 这些老化的木梯 就发出了圣人的声音 可没走几步 圣人的声音中 出现了其他的声音 当杨瑶走上去后 察觉到了声音的方向 抬头往上一看 黑暗中一个身影蹲在上面 给杨瑶下的直冒冷汗 缓缓举起手中的手电 往他照去 一个两眼翻白的小可爱 正看着杨瑶 突然他诡异地合了起来 往楼梯的方向爬 就在他爬下楼梯的一瞬间 杨瑶撒腿就跑 跑下楼后 回头一看 刚刚的小可爱不见了 杨瑶见这边楼梯实在有点诡异 转身就往另外一边的楼梯走去 就当走到靠近楼梯的几间房时 忽然106的房间内发出响声 杨瑶以为听错了 接着往前走 就在走过106房间时 里面再次发出了动静 你知道为什么旅馆里 最里面的房间最好不要住人吗 杨瑶刚走到最靠里的106房间时 忽然里面传来响动 给杨瑶吓得直接往二楼跑 跑上去后 往楼道看去 暂时没有出现什么诡异的东西 杨瑶开始探索二楼房间 经过一番探索后 并没有什么异常 唯独剩下女侧没有探索 杨瑶敲了敲门 打开厕所门的一瞬间 一声啼哭声传来 是最里面的吨位传来的 此时的杨瑶内心十分恐惧 可为了完成任务 还是走到了门口 推开门后 里面是个小女孩在哭 杨瑶见识的小女孩 问她为什么在这哭 小女孩背对着杨瑶说 这里好黑 我好害怕 忽然她一转身 一个没了双眼的小可爱 看着杨瑶 不断地喊着这里好黑 我什么都看不到 忽然她抓住杨瑶的手 说自己什么都看不到 好害怕 杨瑶看到这一幕 直接挣脱 转身就跑 跑出去后 回头一看 里面没动静 此时的杨瑶惊魂未定 看了一下任务进度 只剩下这一楼 过到最里面的106房间了 忽然门内再次传来响动 给杨瑶吓一跳 杨瑶撞着胆上前敲门 接着传来诡异的声音 可这声音不是屋内传来的 杨瑶往声音的方向看去 是过到的另一边传来的 这时前面再次传来声音 杨瑶拿起手电罩去 一个小可爱正趴在楼梯墙角 突然杨瑶左眼刺痛 那小可爱爬了出来 对着杨瑶一反 给杨瑶吓得不知所措 这时106的门开了 里面伸出一只手 将杨瑶拉了进去 在建屋内没有人影 从门上下来后 往床走去 趴下身子看向床底 而此时的杨瑶正被一个小孩 捂着嘴躲在床底 那小可爱头正往床靠近 接着慢慢地低下头 正对着被捂住嘴的杨瑶 看到这你不害怕吗 赶紧跟着郭老躲进安全屋 小心小可爱找上你 如果有这么一个小可爱 和你四目相对 你怕吗 此时捂住杨瑶的小孩 暗示不要出声 就在小可爱不断左右寻找时 楼上发出响动 小可爱爬了出去 往楼上爬去 这时小孩松开手 躺在地上说了一句有惊无险 而杨瑶却好奇地问她怎么会在这 小孩说自己出来找父母时 遇到了这个小可爱 而她似乎看不见 只能靠听觉行动 这时杨瑶的手机响了 一看任务只完成了99% 看来这里还有其他隐藏房间 此时的杨瑶为了不让住在这里的人出现危险 与小孩交代一番后 将每个睡着了的流浪汉都叫醒 告诉他们这里有怪物 让他们赶紧离开 众人听后 纷纷觉得杨瑶脑子有坑 而老贾却认为杨瑶是做噩梦 杨瑶把刚刚的经过说了一点 想让大家先离开 这是一个流浪汉抓住杨瑶的衣领 一阵破口大骂后 抡起拳头就要揍杨瑶 这时杨瑶身后传来惨叫声 众人听后都紧张了起来 所有人都往声音的方向看去 突然一只手出现 一个人影爬了过来 无力地喊着救命 一看竟然是一个没了下半身的人 就在他想让我们救他时 一只手突然掐住他的后脖 见到这一幕都吓坏了 此时的杨瑶轻声告诉他们不要出声 那小可爱是靠听觉行动的 就在小可爱不断爬向众人时 其中一个人害怕过头 直接就自己跑 小可爱听见有动静 就追了上去 往楼上追去 杨瑶见状想带着所有人先出去 可当他们来到大门前时 这门竟然被锁了 杨瑶心想这下BBQ了 这时其中一名流浪汉拿着石头 就要把锁砸开 杨瑶说这样做会惊动到小可爱的 可那流浪汉不听劝 直接砸了下去 只有那杂索的还在原地 同时那小可爱已经下来了 直接就把他撕成两半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吓得一动都不敢动 而那小可爱爬向众人 停在了杨瑶身边 起身不断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见没动静就离开了 这时老贾见他离开了 刚松了口气 结果一个不小心踩在了一拉罐上 瞬间声音回荡整个楼道 小可爱回头露出和善的笑容 看向杨瑶等人 你见过笑容如此和善的小可爱吗 他一言不合就开吼 吓得众人疯狂往楼上跑 只见他心愤地追了上去 而我们的男主杨瑶 这个老六自己躲在楼梯下 正想着该怎么解决掉他时 发现脚下竟然有扇门 刚一打开 就是 走下去后 眼前竟都是被裹住的尸体 杨瑶上前观察 发现其中一具尸体 是开始前遇到的那个小可爱 忽然杨瑶左眼刺痛 跪倒在地 脑海中浮现出了死者生前 被他追逐残害的画面 还没缓过境的杨瑶 看到了女侧遇到的那个小女孩 他在上厕所的时候 被他盯上 直接取走了他的双眼 杨瑶看完这些画面后 顿时正义感爆棚 决定要替他们报仇 杨瑶从里面出来后 发现整个旅舍变安静了 躲在墙角观察室 发现他就在之前的小男孩旁边 只见他经过小男孩 往小男孩身边靠近 没想到他竟然笑了 就在他要下手时 杨瑶大喊一声 丑八怪你爷爷在此 有种就来抓我呀 他发现后直接就冲了上去 就在小可爱追着杨瑶的过程中 他踩碎了楼梯 摔了下去 正好给杨瑶争取了一些时间 就在杨瑶跑下楼时 他也已经追上来了 只见墙角处发出声音 小可爱举起手刀 直接刺了过去 杨瑶挂了全剧钟 不可能的 因为他刺穿的身体 是之前那名流浪汉 而他身上发出的声音 是杨瑶手机发出来的 这时小可爱身后一个人隐悦起 回头一看 杨瑶正手持符纸向他扑去 只见杨瑶将符纸贴在他眉心上 瞬间他浑身颤抖 随后便没了动静 呆呆地定在了原地 杨瑶见成功了 大喊着还有没有人 小可爱被我制服了 这时杨瑶身后的门开了 走出来的是老贾 杨瑶问他其他人呢 老贾说除了他 都死了 杨瑶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断地喊着之前那个小男孩 而这时的老贾却看着小可爱 心想杨瑶是怎么做到的 回头问杨瑶在找谁 杨瑶说找之前 和我们一起进来的小男孩 早就已经死了 杨瑶看见的只是一缕残魂 忽然一把匕首刺来 正面刺在了杨瑶身上 这时的老贾笑了 说今晚在场的人都得死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叫老贾搞的鬼 只见他一番嘲讽大笑后 走到被符纸钉住的小可爱前 上手拿住符纸 扯了下来 瞬间小可爱恢复正常 老贾命令他将杨瑶的心脏挖出 小可爱听后扶下身子 向杨瑶扑了上去 就在这一瞬间 杨瑶左眼发出光芒 烟雾弥漫 小可爱的攻击被一只手挡了下来 此时烟雾中出现一双红眼 正是第二次任务中的僵尸 就在老贾不敢置信时 开挂的杨瑶笑了 还扔掉刺中他的匕首 可并没有受伤 老贾看到后很是震惊 原来就在杨瑶被刺中前 之前那个小男孩上前推了一下刺向杨瑶的匕首 这时僵尸的手一用力 直接将小可爱的手撕了下来 只见失去手臂的小可爱惨叫一声 老贾见到这一幕也吓到了 随后开了挂的杨瑶就像看到了食物一般 一步一步走向老贾 老贾见情况不对 大喊一声小可爱 瞬间小可爱来到杨瑶身前 与此同时僵尸也来到同样的位置挡下了攻击 对着小可爱笑了起来 只见一记反手过去 小可爱飞出树面 同时僵尸来到他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直接就扯了下来 一声惨叫后 已经被僵尸残暴手段撕扯的没了反抗的能力 同时杨瑶正一步步逼向老贾 老贾见自己的小可爱被残害了 取出一瓶装着头发的容器 往嘴里倒 杨瑶见状 一个剑步上前 踢掉了他手上的容器 落地后 一拳打在他的腹部上 只见一声肋骨碎裂 老贾飞出树面 就在杨瑶要进一步攻击时 突然水壁血管爆裂 杨瑶看着快干枯的左手 调侃道 这具身体竟然连十秒都撑不到 随后走向老贾 露出了快要裂开的脸 此时的老贾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 只见杨瑶身上散发红色气体 一个满嘴獠牙的虚化之物出现 当杨瑶醒来后 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 上前一看是已经成了干尸的老贾 而杨瑶根本记不清 昨晚失去意识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另外一边的一摊东西 引起了杨瑶的注意 竟然是昨晚那个小可爱 而且成渣了 正想着到底怎么回事时 之前放在半截尸体身上的手机下 杨瑶从尸体上拿回手机后 上面显示任务已完成 而且还完成了额外任务和隐藏任务 这时老贾身上响起了手机震动 杨瑶走上前 在他身上一番摸死后 找到了手机 竟然是老街人偶尸发来的信息 内容是让老贾带他去镇眼控制病情 在四号线终点站碰头 这时杨瑶肩上的小男孩再次出现 恶狠狠地看着手机里的内容 同时杨瑶肩上传来一阵酸痛 可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男孩一直在他肩上 当杨瑶看完手机上人偶尸和老贾的其他内容后 发现老贾是人偶尸唯一进入泪血的牵引人 瞬间杨瑶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杨瑶离开那里后 为了利用好老贾这个身份 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等事情解决后再来处理这些尸体 第二天回到公司的杨瑶症和楼姐吹水时 手机传来信息 上面显示买家已到门口 杨瑶跑出门口后 看到了眼前的买家 以为是陆川 这时买家开口说 43号已经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 接着他竟然把伞收了起来 说自己是10号买家 杨瑶见他把伞说了很是震惊 而10号也看出了杨瑶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告诉杨瑶只有10号以外的黑衣才必须撑伞 说完便让杨瑶赶紧上车 而杨瑶也再次跟着车前往交易地 之后杨瑶因身体实在虚得不行 请了两天假 在家睡了两天 不过由于白天睡多了 晚上却失眠了 这时门口传来一响 门黄黄板 露出了半张恐怖的脸 接着一个身材干笔的小东西出现在门口 杨瑶看到后 接下来的任务 竟然是三颗半星的任务 幸福终点站 杨瑶解锁了三星半的阵眼任务 任务要求乘坐最后一班4号地铁摧毁阵眼 额外任务则是杀人 杨瑶没想到这次的额外任务竟然是杀人 突然发现上面时间地点和乘坐交通 竟然和老贾与人偶师约定的内容一样 看来杀人的目标应该是人偶师 杨瑶看到这 顿时一脸邪笑 被以为那些被他残忍伤害的人报仇了 不过杨瑶现在只剩下两张符纸 对付这次任务明显不够 只能消耗20积分抽取盲盒 到了第二天盲盒又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客厅 杨瑶打开盲盒查看这次能获得什么 结果却是一把生锈的匕首 和两张符纸 不过这匕首还是触及法器 带有利器可对一般邪物造成伤害 符纸则是终成火疗服务 杨瑶没想到一把生锈的匕首竟能对邪物造成伤害 有了这些底牌 今晚的任务应该问题不大了 来到公司的杨瑶查了不少和任务相关的事件 可就是没查到任何幸福站的信息 而且这个四号线的终点站明明是北区站 并不是幸福站 唯一有变化的就是去年末班车时间有过调整 此时的杨瑶正一头末展时 楼姐走了过来询问杨瑶怎么了 杨瑶变了个谎说接了四号线终点站的单子 那边的房价压得特别低 不知道是不是有蹊跷 楼姐一听四号线直接就紧张了起来 接着就调侃杨瑶怎么你每次都能碰到这种棘手的地方 杨瑶见状立马询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原来那个地方发生过事故 造成了不少恐慌 后面被封锁了消息 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原因是当初扩建四号线的最后一站时 在试运过程中 整条列车和乘客都莫名消失了 如果地铁木板车时间过了11点30分 你千万不要乘坐地铁 不然你可能会遇到普通人见不到的东西 当晚杨瑶就来到了任务地点四号线 由于时间还没到11点 站台还有少数人 于是便先往厕所堵 不出意外确实有工作人员来清场了 其中一个直接就往厕所去 可厕所里面并没有发现人 工作人员离开后 杨瑶还挂在门后 幸幸还好没被发现 很快时间也到了10点40分了 最后一班车也离开了 紧接着站台的电力系统也关闭了 杨瑶见熄灯后 整个站台也安静地可怕 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东西 就在换装的过程中 杨瑶听到了脚步声 是站台外面传来的 可刚刚还很安静的站台 怎么突然会有脚步声呢 随后杨瑶开门往站台看去 发现并没有人 便走出厕所再次确认 就在杨瑶疑惑 刚刚的脚步声是怎么回事时 地铁鼓动转到一半车的声音 接着11点40分的末班车 就出现在眼前了 地铁门打开后 杨瑶调整了一下状态 便走了进去 进去后一片漆黑 而且这地铁似乎没有通电 那它是怎么运行的 难道这是一列通往地狱的灵车 接着地铁启动了 就在动车运行的过程中 杨瑶发现动车中途 都没有停靠站台 一直在往前行驶 随后动车进入隧道 一下子周围都按了好多 就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 许久的动车还在行驶 杨瑶很疑惑 怎么那么久还没出隧道 现在一个人处于黑暗中 多少会有些不安 突然杨瑶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好像是车厢前面传来的 接着车厢内的灯突然亮了 随着灯光的照射 前面的车厢莫名多了一些诡异的人 当你进入了黑暗的深渊 被鬼魂缠身 只要点上长明竹方能保平安 就在这些鬼魂嘶吼着朝杨瑶靠近时 杨瑶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蜡烛 想赶在鬼魂扑向自己前点燃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打火机打不出火了 这时其中一个鬼魂 已经来到了跟前 就在他嘶吼着要攻击杨瑶时 打火机终于打出火 同时也点燃了蜡烛 而就在蜡烛点燃的瞬间 那些鬼魂都纷纷停止了 行动安静了下来 现在只要按照任务提示 拿着点燃的长明竹走到头便可平安 随后杨瑶就穿过这些鬼魂 往车头的方向走 就在杨瑶一边往前走一边观察这些鬼魂时 猜测他们应该是当时和列车一同消失的乘客 而他们应该是怨气不散 才会一直停留在这里 突然窗口吹来一阵风 使蜡烛上的火焰飘忽不定 同时那些鬼魂就像发现了什么一般 纷纷往杨瑶扑去 杨瑶见状不好 连忙护住手中即将熄灭的蜡烛 关键时刻好在蜡烛没有熄灭 而那些鬼魂也纷纷停止了行动 松了口气的杨瑶继续往前走 当他已经穿过那些鬼魂时 发现已经走到头了 突然长明竹上的火焰灭了 吓得杨瑶立马回头往那些鬼魂看去 可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车厢 与此同时列车也出了隧底 来到了北区暂停了下来 随着列车门打开后 一个人影走进了车厢 同时杨瑶也发现有人上车了 他突然肩膀一阵疼痛 而且比以往还要剧烈 忍着疼痛的杨瑶也猜到了来人是谁 这人正是那丧心病狂的人偶师 就在车门关闭后 列车开始运转 人偶师率先开口问杨瑶是不是老假 杨瑶听后并没回答 而是淡定地服了服帽子 案子说道 你终于出现了 这次你可没地方逃了 同时杨瑶的手已经握住了口袋里的匕首 心想只要趁他没反应过来将他避命 而这时人偶师突然向杨瑶靠近 嘴上说着那东西虽然控制了我的病情 可却无法让我维持人形 接着就痛苦露出了那项被灼烧过的半张脸 同时杨瑶已经手持匕首冲向了人偶师 这个男人竟为了获得力量不惜将自己变成了怪物 当杨瑶手持法器刺向人偶师时 而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来不及闪躲 只见杨瑶直直地刺了上去 可却只是划伤了他那变异的手 随着他手臂上伤口冒出的煞气 杨瑶已经被这一幕吓到了 这时人偶师开口问杨瑶是谁 杨瑶听后退去伪装说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上次被你逃了 这次你可没那么好运了 此时人偶师也想起了眼前这个坏他式的青年 男男自语道正愁没机会报仇 你就送上门了 说完就往杨瑶扑去 要挖了他的心脏陷剑给江干事 只见杨瑶躲闪的同时匕首划过他的腰部 两人各自背对对方 可杨瑶却毫发无伤 而人偶师的腰部则冒出了浓浓的煞气 随后人偶师再次发起进攻中 而杨瑶则接住了他的拳头 反手将匕首刺向他 可却被他那一化的手挡住了 随着匕首拔出的同时 他的手心也随即喷出了一股煞气 而这一次他就痛得大掉了起来 这时他才发现杨瑶手上的匕首不是普通的武器 而杨瑶也没想到这把只是负有少许力气的法器 竟然威力那么大 此时人偶师突然站了起来 拿出了所谓的诅咒聚合物 这些副作用会让身体发生变异 不过却能让自己强大起来 说完他便把那东西往嘴里倒 接着身上开始抽搐 随着一声吵架 身体开始一变 同时杨瑶也察觉到了危险 冲向人偶师阻止他变异 就在杨瑶要刺下去时 一变后的人偶师一掌就把杨瑶拍飞了出去 这个男人为了强大的咒力 竟彻底将自己变成了怪物 当杨瑶被击飞倒地之后 那变成了怪物的人偶师开口说道 虽然诅咒聚合物一旦服用剂量超标 自己将彻底无法维持人形 可却能获得强大的咒力 此时杨瑶看着眼前这个异化后的怪物 按道这还算人类吗 突然人偶师再次发起进攻 就在即将命中杨瑶的瞬间 杨瑶躲了过去 而那被他力掌滑到的铁杆 竟纷纷断成了几节落在了地上 这一下给杨瑶吓得不轻 紧接着人偶师再次举起力掌攻击 被杨瑶躲了过去 不过还是受了伤 就在杨瑶不断地攻击和躲闪之后 人偶师的手突然无法控制 此时杨瑶也发现 他好像还没适应那副身体 一个闪身来到了他的身后 手持扶指就要给他来个致命一击 可他突然张开嘴 释放出了恶心的触手攻向杨瑶 而此时的杨瑶已经来不及躲闪了 关键时刻他肩膀上的小男孩显身了 只见他一跃 呼向人偶师 双手按住了他的头 瞬间人偶师就进入了小男孩的幻境中 此时人偶师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个庞大的身影渐渐显露了出来 而这个庞大的身影正是被他残害过的儿子 此时的人偶师已经被吓得不断往后退 他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儿子钱家豪 突然身后出现一个人影 回头一看竟是自己的爱人 接着他便被自己残害过的家人锁命 与此同时唐卡这边却安静了下来 而就在他不知道怎么会适时 左眼突然刺痛传来一声别发呆废物 紧接着杨瑶便手持扶指大喊 钱家豪快闪开 听到动静的钱家豪 闪身离开了人偶师的身体 同时杨瑶也将火疗服贴在了他身上 随着符指的发作 瞬间人偶师全身就燃起了猎火 这个男人为了自己可以活下去 加入了邪恶的组织 还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家人 而自己也变成了怪物 最终被猎火焚烧 成为了一副焦黑的白骨 而此时那名叫钱家豪的鬼魂 一直往一个方向看 同时杨瑶也好像发现了什么上前查看 原来是人偶师留下的手提箱 杨瑶记得当初他逃跑时 还不忘拿走这个箱子 想必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打开手提箱后 里面放着一个盒子和一套服装 而那盒子里面放的竟然是一颗心脏 这时钱家豪捧起心脏 放在自己的心口 瞬间心脏就与他的身体融合了 而他也变回了原本该有的样子 这是杨瑶的手机向往 取出手机查看 获得了钱家豪的信任 成为了自己的帮手 有催眠能力 不过一周只能使用一次 此时杨瑶看完信息 没想到还获得了帮手 正兴奋时 手机再次传来信息 由于没有存放灵体的媒介 它将暂时寄居于你的肩膀 瞬间杨瑶就感觉到肩膀传来的沉重 与此同时列车突然在半倒停了下来 而杨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下车不行 可刚往前走没多久 前方就传来了一股血腥味 当杨瑶闻到这股血腥味后 继续往前走时 发现自己没走一步都十分沉重 就像被人拖着小腿一样 这时杨瑶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缓缓低头往下看 真的有双手拖住了自己的小腿 而且还不是人 杨瑶见状想正拖开来 可身后突然出现了无数对红眼 回头一看 竟都是鬼魂 而且还是朝着自己来的 此时杨瑶见状只能拖着脚下的小鬼往前走了 可这样根本走不快 突然杨瑶的手被抓住 只见小鬼咬住了杨瑶的手臂 碰得杨瑶破口大骂 举起法器就要了结了他 当你在深渊遇到被咒怨所侵蚀的鬼魂 不要怕 评论区留下狗头方可保命 此时杨瑶手持法器已不再留情 一刀刺向小鬼的天灵带 只见小鬼满门吞出煞气惨叫一声 同时杨瑶也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试图吓退这些鬼魂 可没想到鬼魂越聚越多 突然肩膀被小鬼有顾 杨瑶直接刺向他的脑门 正当杨瑶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身后的血腥味更加浓烈了 同时那些鬼魂也感觉到了 接着他们突然就安静了 然后就退了出去 杨瑶没想到那血腥味竟然去退了他们 看来出口的方向应该有更恐怖的东西存在 随后杨瑶一步步往里走去 发现周围都生长着类似树根的东西 随着杨瑶走出隧道 到了任务地点幸福站 看到了一个好像巨大胎盘的东西悬挂在半空 而且它不断地流出红色的液体 滴在了下方的圆盘中 当杨瑶靠近那东西时 发现里面宁约有个巨鹰的轮廓 忽然身后传来声音 杨瑶回头一看 是个穿着黑袍的女人 看来她就是讲干事 而她并不知道杨瑶真实身份 随后拿出一份邀请函 告诉杨瑶这是组织月底的会面评证 杨瑶接过邀请函 心想终于能接触到类似内部 这时讲干事不断地打量着杨瑶 很疑惑为什么杨瑶的身体没有发生异病 不过她并没有过多询问 而是问东西带来的没有 杨瑶听后猜测 她说的应该是箱子里的心脏 便把箱子递了上去 同时也准备好了偷袭的姿态 就在她打开箱子的瞬间 只见杨瑶将匕首刺在了她的胸口 就在杨瑶以为偷袭成功时 她受伤的胸口突然冒出了一个小鬼 同时她的伤口也愈合了 而杨瑶见到这一幕也是十分震惊 她告诉杨瑶刚才的攻击 只是伤道地寄宿在她身体里的鬼谷 而她本身并没有受伤 接着她脸色猙獰地看着杨瑶 手持一个盒子说要将杨瑶的心脏陷剂给震惯 随后她对着那巨大的胎盘大喊了一声诡异 突然那胎盘不断地颤抖 杨瑶见到这一幕 感觉有东西要从胎盘里面出来一板 紧接着那胎盘里发出了刺耳声波 直接灌进了杨瑶的耳朵 瞬间就口吐鲜血 这个肉球内究竟会是什么恐怖的存在 以及杨瑶左眼里面周身黑气的人影又是谁 随着杨瑶被那震耳欲聋的声音震得口吐鲜血 肉球内的东西依然破解而出 而眼前这个巨鹰不但身体庞大 且周身还散发出强烈的煞气 与此同时杨瑶的左眼也感应到了这煞气 而左眼那周身黑气的人影 也正盯着那个巨鹰 突然那巨鹰怒吼一声 朝着杨瑶哭去 来到了他跟前 张开了满嘴獠牙的巨口就要咬下杨瑶的头颅 就在杨瑶以为要完蛋时 巨鹰突然被一拳击中 直接就飞了出去 杨瑶和蒋干事都震惊了 而那站在杨瑶跟前的 正是阴山鼓楼里的千年失望 可在杨瑶的记忆中他明明已经被消灭了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突然杨瑶的左眼一阵巨痛 脑中涌入了先前丢失的部分记忆 瞬间杨瑶就记起了 当时自己是如何收服了这狮王的 可那股力量明显不是自己的 而且将狮王吸收的是自己的左眼 与此同时蒋干事也是一脸的惊恐 没想到眼前这具僵尸竟然击飞了鬼鹰 此时那鬼鹰擦了擦脸上的灰尘 对着狮王怒吼了一声 同时狮王也朝着他怒吼 随着双方声波的碰撞后 狮王率先扑向鬼鹰 狮王怒吼一声来到了他身前 一记上勾拳将他击飞 而此时鬼鹰也怒了 张开满嘴獠牙的大嘴 直接就咬住了狮王的手 而这一幕在蒋干事眼中 就好像爷爷在教学孙子 就在他疑惑杨瑶为什么会拥有这种邪恶时 杨瑶已经趁机来到了他的身后准备偷袭 只见他闪身躲过杨瑶的攻击 大喊一声鬼仆 很奇怪那鬼仆并没有行动 而是很痛苦地抱着头 就像是在抗拒命令的 这时他拿出一个盒子 他的伤口仅仅只是冒出了少许杀气 瞬间就愈合 女鬼怀胎千年淡下子嗣 却被邪恶组织夺取 而刚出生的婴儿离开母胎不远就开了心智 之后被放入胎盘以杀气滋养 最终诞生出了一个通体血红的正轨 此时杨瑶正与那鬼仆缠斗 他没想到自己竟轻易被那鬼仆的攻击伤到 顿时杨瑶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似乎狮王出现后 自己的体能消耗就异常地快 而且眼看伤到了那家伙 他却很快就愈合了伤口 杨瑶知道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被耗死 直接甩出匕首和蒋干事刺去 可却被那鬼仆挡住了匕首 而杨瑶此时已经手持活了服来到了他跟前 就在杨瑶即将贴在鬼仆脑门时 左眼突然出现了一些画面 杨瑶看到了一口贴满符纸的锦 里面躺着一个怀有身孕的女鬼 而她那远古的肚子正不断地散发着煞气 接着一个婴儿破茧而出 可却被泪血组织夺取 交给了蒋干事 随着婴儿的提出和那女鬼四心裂肺的叫喊声 杨瑶回到攻击鬼仆的一瞬间 不过却移开了即将命中她的符指 抱住了鬼仆 杨瑶告诉她自己已经知道了你的遭遇 随后看向蒋干事 这时她也察觉到了一样 达出那盒子试图继续控制鬼仆 而杨瑶直接夺过鬼仆手中的笔手 甩向那可恶的女人 只见笔手刺中了她的手 盒子脱手悬在了半空 红石里面的东西也掉了出来 而就在这时 正鬼和鬼仆都同时冲向那掉出来的东西 就在他们碰到那颗心脏时 心脏散发出了一阵光芒 紧接着他们就处在了另外一处空间 鬼仆告诉正鬼你我本是一体 因出生时被血泪组织夺走 将你我分成善恶两体 而我就是善 你则是恶 他们想通过咒怨将我们侵蚀 最终你通过咒怨变得邪恶强大 而我也因为咒怨的影响发生了另一种成长 鬼仆说完便触摸着正鬼 随后两者开始融合 与此同时杨瑶这边也看到他们的变化 可杨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那蒋干事却察觉到了不妙 这时杨瑶看到他要逃 正想上前阻止 而身体却失去了力气 直直地倒了下去 随着视线逐渐模糊 杨瑶想叫世王帮忙 可他却在逐渐地消散 就在杨瑶不甘心被他逃掉时 身后传来了一句不用担心 就是机里面没有了邪恶感的鬼鹰出现在杨瑶身后 鬼鹰被泪血组织强行分为善恶两体 最终获得了解脱 两者合二为一 变成了一个没有邪恶感的鬼鹰 而此时蒋干事正在逃亡过程中 可突然身体失去平衡 摔倒在地 回头一看 自己的双腿被一只咒怨侵蚀的小鬼抓住 接着他的身体不断地传来声音 是一群被咒怨影响了的小鬼 他们就像看到了食物一般围了上去 没多久几干事就传了他们的食物 与此同时杨瑶这边也听到了惨叫声 鬼鹰告诉杨瑶失去了正轨保护的凶手 势必将遭到冤魂的报复 这时杨瑶回头看向鬼鹰问他现在属于哪个阵营 鬼鹰表示泪血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不过他要先找到自己的母亲 得到回复后的杨瑶想到之前看到的画面 告诉鬼鹰关于你母亲的事情 我可能有些线索 如果你信得过我 或许我可以帮你找到她 鬼鹰听后想到了杨瑶刚刚不但没有杀了自己 还帮自己夺回了心脏 选择了信任杨瑶 这时杨瑶的手机传来信息 恭喜获得鬼鹰信任 他将伴你左右 直到找到母亲为止 不过因没有存放灵体的媒介 他将暂时寄居于你的肩膀 之后杨瑶来到了蒋干事的尸体旁边摸索了一番 找到了他和泪血组织联系的手机 再加上那封推荐信 应该就可以混进他们的内部 随后杨瑶离开不久就来了一群穿着防护服的人 其中还有与杨瑶对接的诗号买家也在 他们要清除隧道内残存的小鬼 瞬息之间十号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斩击了为数不多的小鬼 而此招名为杀毒 使他专为超度恶鬼而创 第二天他就找到了杨瑶与他交易昨日的鬼宅 而他双眼红光 看穿了杨瑶身上的两只鬼 就在杨瑶感到惊讶不已时 他提醒杨瑶不要太过依赖身上的两只鬼 不然下次任务你可能会死掉 杨瑶养了两只小鬼当护法 本以为可以安然度过这一周 可没想到鬼怪还是分等级的 原来鬼怪而生都是因执念不散咒怨汇聚而成的 五级鬼影对人类没有太大威胁 而三四级的鬼怪却能对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 二级以上鬼怪则能破坏整座城市 但在之上的便是由阵眼幻化而成的阵鬼 而且阵鬼还分顶级阵鬼 实力危害程度堪比巨型灾难 杨瑶之所以能了解那么多 全是因为解锁了杨坚房产施加重地后 地府送来的一本鬼宅生存指南 而这次的任务是隐藏鬼宅经纪人的身份 阻止阵眼形成 可杨瑶没想到这次任务竟然需要两天以上 赶忙来到公司向领导请假 却被告知公司要派自己去世家村考察项目 而且同行的还有杨瑶的同事娄姐 此时杨瑶内心很是忐忑 就好像自己是颗棋子被某种势力牵着走一样 自己昨天才解锁了世家重地的任务 没想到今天就被派去世家村做考察 到了第二天杨瑶两人就准备出发了 杨瑶没想到第一次出差就和娄姐同行 而且目的地还是个鬼宅 内心按道一定要保护好她 之后杨瑶拦下了一位大爷 坐上了三轮车前往世家村 可由于世家村身处偏僻的深山中 两人只能步行前往 可就走进深山没多久 就听到了诡异的哀鸣声 杨瑶本以为只有自己能听见 刚想上前提醒娄姐 结果没想到娄姐竟先开口问有没有听到怪声 而且怪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杨瑶见娄姐也听到了 便倾咳了几声说自己也听到了 接着两人就看到了前方有个诡异黑影 杨瑶率先上前查看 可突然身体失去了平衡 直直地摔了下去 回头一看 发现了两尊泥象 而且这泥象的模样似乎有点眼熟 这时杨瑶想到了在殷山遇到的老太和她的孙女 此时杨瑶看着两尊泥象心想 难道他们是想阻止我进村吗 可杨瑶自从被卷进这鬼宅之后 就已经无法脱身了 当杨瑶来到了黑影 跟前后不由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两个人高的石像双眼泛着红光 怪声就是从这诡异石像传出来的 杨瑶见着石像貌似并没有什么威胁 便绕开石像朝着村子继续前进 没多久杨瑶两人就来到了村口 可两名守村人却对外来人十分抵触 当楼姐表明了我们是来做房产考察后 两名守村人瞬间就十分热情地将我们迎进了村子 之后村长与杨瑶两人寒暄了几句 便将两人带进了意识祠堂 而里面的一个眼镜男 却让杨瑶十分震惊 因为他身后的红线代表他也是鬼宅经纪人 随后杨瑶两人落座 村长开始介绍 施加村分为内外两村 而外村村民想通过麦蒂走出深山 可内村人却固执地想留在这 从而来阻止麦蒂 正好明天祭祀和神 结束后我们在一起协商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祭祀大典 而他们口中的和神竟然是个人鱼模样的干尸 你见过人鱼模样的干尸吗 他不但长相怪异 还被村民供奉为和神 就在杨瑶感到疑惑时 肩上的鬼鹰突然提醒杨瑶要小心 这东西有点不对劲 当村民们正抬着他经过楼姐时 那诡异的干尸竟然回头看向楼姐 对着他不断地携笑 而楼姐也被这一幕吓得大叫一声 紧接着就晕倒了过去 同时一旁的杨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回到客房后楼姐也恢复了意识 同时也说出了自己晕倒的原因 杨瑶三人听后都十分震惊 可一旁的村长完全不相信和神回头的事情 还认为是楼姐过于疲劳导致的错觉 说完就转身离开赶去祭祀大典 而一旁的村民见村长走后长叹了一口气 告诉杨瑶村长为了这个村子牺牲了太多 他为了改善村子的生活 不断地寻找投资人 可固执的内村人却一场反对外来人 而村长的儿子也在与内村携伤的路上 溺死在了河中 之后内村人说村长迁怒了和神 所以才会报复在他儿子身上 村民说完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接着就跑了出去 剩下了杨瑶和楼姐两人 这时楼姐一脸凝重地说她看到的不是错觉 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直到家人给她求了一道符录后才有所好转 杨瑶听到只想到当时楼姐给她的那张符录 随后拿出了一张差不多的符录 表示楼姐给的东西我都随身携带着 楼姐一听脸颊泛出一抹羞红 接着杨瑶就把符录塞到了她手中 嘱咐她今晚一定要好好休息 很快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 而天黑后的村子周围总蔓延着一股红色煞气 与此同时睡梦中的楼姐却冷汗直流 梦到了那和神对着自己不断地歇笑 神正猥琐地和她打招呼 同时楼姐也被吓得连连大吊 与此同时杨瑶也听到了楼姐的叫声 火速冲出房间往楼姐那跑去 同时另一个鬼宅经纪人也出现了 当两人来到楼姐房间后 她讲述了自己刚才的经历 杨瑶听后安抚了一下楼姐的情绪 便和邵敬安一同在村里寻找和神的生意 可诡异的是周围不但煞气蔓延 而且村民都不见了 无知村民祭拜和神 本以为可以求得风调雨顺 结果祭祀的村民却只剩下了一副皮囊 与此同时杨瑶两人也来到祭祀的地方 就在杨瑶靠近这些村民时 他们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杨瑶轻轻碰了一下村民的肩膀 结果那人直接就倒了下去 而且体内的东西早就被掏了个干净 顿时杨瑶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往集团内跑去查看情况 可看到的东西却让杨瑶呆愣在了原地 一堆血淋淋的骨骸堆成了小山 瞬间杨瑶发现情况不对 火速往客房跑去 当杨瑶进门后 楼姐果然已经不见了 之后杨瑶两人召集了剩下的几名房客 告诉他们和神吃人的事件 众人听后纷纷大为震惊 而其中一名房产开发商已经被吓破了他 转身就要逃离这个村子 可出村的路口早已被一团黑雾笼罩没了去路 那名房产开发商还想上前试探 结果探出去的手 竟然从另一边伸了回来 瞬间就吓破了他 可他仍不甘心一头冲进黑雾中 结果下一秒却又被黑雾吐了回来 这是邵敬安开口说这是咒语 而且能释放出这么大范围咒语的 至少是两集以上的鬼怪 接着一名来拍纪录片的记者说出了诗情 原来释迦村的原名本叫释迦村 也就是尸体的那个诗 而且他们这里有着一种古老的炼尸方法 邵敬安听后表示这样拖下去 大家迟早会成为祭品 随后拿出了沾染过干尸邪漆的粉末 将它撒在引路符上的一刹那 旁服燃起火焰 接着一缕火光朝着远处飞去 没多久众人就随着火光来到了祭祀和神的祠堂 可通往和神庙的桥境变成了棺材桥 而这一幕也让邵敬安大为吃惊 他没想到这次的大鬼咒愿竟然超过了普通的正鬼 便告诉众人那干尸吞食了精血会陷入短暂的休眠 只有趁这个机会解决掉他才有活命的机会 这时那名女助理一听要和干尸对抗 吓得直接转身就逃离了众人 而剩下的人只能听从邵敬安的方法 踏上了晃晃悠悠的棺桥往和神庙走去 可杨瑶自从踏上了棺桥就有种不安的感觉 而且这雾气大的连人都看不清 这时杨瑶往前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五个人的小队竟停空多出了一个人 五个人踏上棺桥过河 没想到竟多出了一个人 就在杨瑶疑惑多出来的那人是谁时 上前告知邵敬安自己发现的情况 邵敬安听后顿时头皮发麻 看向队伍前方 立马大喊有情况我们中多了一个人 就在众人听到喊声的同时 突然一个红色身影将一人扑进了河里 见此情况邵敬安连忙叫众人朝他靠拢 几人聚齐之后才发现落水的是那个投资商 就在这时隔壁众的棺桥突然躲动了起来 后面也是一年线 过关而出 同时那原本聚在一起的棺桥也四散而开 突然记者的脚被一只血淋淋的手抓住 而那东西竟是一只腥臭无比的血尸 网迷雾看去一群血尸已经开始聚落 就在记者大声呼救时 邵敬安一个剑步冲向狮群 杨妖以为他终于要出手 结果没想到他竟越过记者 跳到了狮群的后方 同时他也没有一丝的犹豫 朝着河神庙跑去 而那记者和摄影师已经被血尸缠住 扑进了河里 与此同时杨妖也被血尸缠倒在棺材上 瞬间无数血尸朝着杨妖扑去 危急之时鬼鹰现身 瞬息之间狮群就被鬼鹰击腿 同时还不忘填饱一下肚子 而此时的邵敬安已经来到了河神庙 看着这不断散发着煞气的妙女 他走上前查看 发现里面的河神吞噬了精血 正处于休眠状态 随后拿出牛眼泪 涂抹在眼皮之上可查看万千邪碎 见那河神正在吸收村民精血 邵敬安露起袖子 露出了带有火辽浮的暗器 瞅准庙内的河神 三枚暗器齐刷刷地射了出去 结果那休眠的河神竟躲开了暗器 这一幕把邵敬安吓出了冷汗 同时那河神也在此刻邪笑地看着他 而杨瑶在鬼鹰的帮助下 消灭了为数不多的血尸 立马朝着河神庙跑去 可对岸的另一处 却散发着一股更为强烈的煞气 仿佛河神庙内的河神只是个幌子 而那煞气冲天的位置 才是真正的阵眼 随后杨瑶就调转方向 朝着那煞气跑去 果然发现了一座施加祠堂 上前开门后 一口血光赫然悬挂在荡空 下方还跪着一个人 正是内村的村长 就在杨瑶上前查看时 无料她竟毫无情况地倒在了地上 而且身体已然是聚空荡荡的躯体 你见过活人嫁给死人的冥婚吗 而且还要与之亲之人的鲜血献祭 才可完婚 就在杨瑶惊恐地看着死去的内村村长时 发现了一旁坐着一位身穿嫁衣的女子 顿时杨瑶就想到了什么 急忙跑上前去 一把掀开头巾 果然是失踪了一整天的娄姐 杨瑶不停地摇晃着娄姐 试图将她唤醒 杨瑶是怎么找到这的 同时就挥起手中的镰刀砍向杨瑶 就在杨瑶回头的瞬间 人现身一掌将她拍飞 而此人正是外村村长 老弟后的她一脸吃惊 问杨瑶怎么会有鬼扑这种东西 杨瑶听后并没有回答她 只是冷冷地说原来幕后黑手真是你 而她捂着伤口继续说道 内村人杀了我的孩子 他们必须偿命 杨瑶听后表示对她的复仇并不感兴趣 而是质问她为何要抓走娄姐 接着她便说出了缘由 原来那天和神对着娄姐笑 是因为娄姐是知音体质 而且用这样的人和她死去的儿子配婚 就能炼制出顶级的正轨 杨瑶没想到娄姐竟是这种体质 一把抱起娄姐 带到了祠堂外 安置在一旁的大树下 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忽然一股不安的感觉传来 想到了村长怎么可能一个人屠杀了全村 而那具干尸只是个傀儡 短时间内不会有那种能力 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血管里的东西 早已成了恶果 杨瑶想到这顿时产生了危机感 紧接着换出钱家豪让她照看楼铁 而自己则再次进入祠堂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祠堂内的村长正对着血管喃喃自语 紧接着就将镰刀刺入自己的胸膛 大喊一声复活霸我的孩子 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 洒在了血管之身 血管开始了剧热的主 紧接着一声巨响关盖被击肥 一个周身血红的恶鬼 缓缓的铜棺中浮现 无知村长给溺死儿子讨了个老婆 还当场划破胸膛献出鲜血给他冲洗 结果血液浸透血管的瞬间 血管开始躁动不安 环戴抓开 随着祠堂与杨瑶擦肩而过 等杨瑶进祠堂后 发现已经为时已晚了 与此同时 血管中一团黑雾 一只血淋淋的手伸了出来 只见他缓缓起身 周身散发着骨骼的清脆声 对着杨瑶笑得不停 紧接着他就冲向杨瑶 见着其心杨瑶侧身躲过了攻击 可没想到他的脖子 竟伸长了数米掉转的方向 危机时刻 鬼鹰现身挡住了攻击 可没想他不讲武德 竟咬住了鬼鹰的手 同时脖子也缩回了原状 紧接着鬼鹰就如同 三岁小孩一般被吊打 随着正轨的不断输出 鬼鹰持续落入下风 没多久鬼鹰的身体 就被戳了个大洞 瞬间鬼鹰就如同泄了气的祈求一般 变成了一个迷你版的鬼鹰 杨瑶看着躺在地上 奸奸一息的鬼鹰 心疼地抱了起来 就在杨瑶想查看鬼鹰的伤势时 那正轨已经挥起拳头 攻向杨瑶 千军一发之际 左眼闪出光芒 只见千年狮王现身 一拳挡住了正轨的攻击 接着一狗医师打出了祠堂 可没想到狮王竟被掐住了脖子 从高空中狠狠摔在了地上 等狮王起身的瞬间 正轨已经来到了他跟前 随后一狮医师疯狂呼 但双方拉开距离之后 正轨竟将背上的骨刺射出 对着狮王竞数射去 而狮王也被骨刺竞数射中 杨瑶见此情景 不禁感叹这正轨实力竟如此强悍 紧接着狮王握住了 自己胸前的降魔土 将它微微拔出一丝 瞬间千年狮王体内 喷涌出大量煞气 正轨见状立马冲上前去 想阻止狮王 这时杨瑶手中的鬼鹰 让杨瑶给他一口精血 恢复咒力去帮狮王 随后杨瑶便将自己的精血 未给了鬼鹰 瞬间鬼鹰体型恢复 朝着正轨飞去 直接一招千斤坠 坐在了正轨的身上 杨瑶献出精血未给鬼鹰 瞬间鬼鹰体型恢复原状 飞身来到正轨上方 正轨躲过了攻击 可却因此失去了双臂 杨瑶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叹 没想到他竟为了 躲开鬼鹰的攻击 不惜舍去双臂挣脱束缚 忽然正轨断臂再生 飞身扑向鬼鹰他们 同时狮王也不甘示弱地飞身而去 最后双方展开了二打一的局面 杨瑶本以为狮王和鬼鹰联手能战胜正轨 可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鬼鹰和狮王逐渐落入下风 见此情形杨瑶也开始担心了起来 同时杨瑶左眼内的鬼影苏醒 说了句这只猎物不错 瞬间狮王和鬼鹰的身体开始消散 全部汇聚于杨瑶的左眼中 随着杨瑶的一声怒吼 在瞬息之间就卸掉了正轨的一只手臂 而被卸掉手臂的正轨迅速断臂再生 开挂后的杨瑶看到这一幕 不懈地说道小伎俩 紧接着甩出一张火疗符 可脱手后的火疗符并没有直接命动正轨 而是通过牵引从侧面进攻 被击中后的正轨瞬间裂回了分身 同时杨瑶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将他按压在墙上 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正轨 杨瑶舔着嘴唇一脸的贪婪 这时正轨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而杨瑶则张嘴说道我要开始享用了 与此同时 和神庙内少静安正在用墨斗阵对付甘师 随着少静安手中红线一收 瞬间甘师就被垫得满身是伤 紧接着便被捆成了粽子 可没想到他竟突然暴动 将红线应声正断 就在少静安不知所措时 不远处的杨瑶正好将正轨吸进了体内 同时连接和神庙的煞气也瞬间断开 而甘师也停止了行动 少静安见状急忙射出三只带有火疗符的暗器 瞬间甘师周身烈火门身 没多久就成了一具焦黑的骸骨 任务完成后少静安就迅速撤离了施加村 第二天他走在路上正看着报纸上施加村的新闻 却被不远处的一个神秘人拦住了去路 此人正是类邪组织的成员 只见他低沉地说道 又见面了 小乌鸦 强悍正轨在开了挂的杨瑶眼中只不过是一顿美味 只因他左眼隐藏着一只赤鬼的黑影 当他将正轨吸食于腹中之后 杨瑶惊醒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而且左眼还被缠上了纱布 这时手机传来任务信息 上面提示任务完成 获得房源施加重地 任务奖励二十几分 接着杨瑶唤出鬼影想询问失去意识后发生的事 当得知自己吸收了狮王和鬼影的煞气之后 便贴切地询问鬼影有没有受伤 鬼影表示自己不但没事 还提升了咒力 贴着杨瑶的脸希望以后可以多吸他几次 这时护士走了进来 与杨瑶一番交谈后 杨瑶得知楼姐就住在隔壁病房 火急火燎的就跑出了病房 当来到楼姐病房 杨瑶见她并没什么大碍便放心了下来 接着便询问楼姐是否还记得当时发生的事 而楼姐的回答同样也是不记得 不过楼姐却告诉了杨瑶一个重大消息 邵静安死了 杨瑶听后一脸震惊 她不可能死在了石家村 如果是撤离石家村后被杀 那又会是谁下此黑手 而且这次任务为什么会有两名鬼宅经纪人 想到这杨瑶顿时一阵头大 随后便以幸存者的身份来到警局寻找真相 经过一番询问后 杨瑶得知在邵静安死亡现场发现了一枚耳环 而那耳环就是石家村逃跑的那位女助理了 与此同事不远处一名泪血成员缓缓摘下面具 露出的相貌正是那名女助理潘威 接着她拨通了一名男子的电话 表示她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 而杨瑶回家后仔细回想着当时的细节 自己的任务要求是隐藏身份 可邵静安却在行动中毫无忌讳地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仿佛杨瑶和她的任务并不相同 就好像邵静安是平台给杨瑶安排的替死鬼一般 杨瑶想到这不禁想起了自己成为鬼宅经纪人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虽说只是一个低级任务 可却让杨瑶与泪血组织从此结下了两子 阎望见杨瑶救母心切 为此特批60万杨坚货币让其救母 陷入了一个泪血组织的阴谋 而且在院治疗的母亲也因此利其失踪 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进出过病房的白衣男子 可到目前为止杨瑶并未找到此人 不过却意外得到了一张泪血组织的邀请函 兴许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真相 杨瑶打开信封后得知泪血会在这个月底聚集 以及具体位置和入会卡片身份象征 就在杨瑶计划如何将泪血逐个击破时 手机传来鬼宅信息 上面显示新任务地下神殿 而且还是四星任务 经过一番资料查询后 发现任务地点与泪血据点一致 看来一切都在鬼宅卖的布局中 即使杨瑶知道是局中局 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 简单地了解完任务介绍后 平台弹出了免费提供一次场外援助的信息 内容显示既是生存 亦是灭亡 可杨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随后杨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使用剩余积分解决上个任务的房源和保命的道具 第二天十号买家准时出现 随后杨瑶与她便再次前往行员交易地 在路上杨瑶说出自己解锁了四星任务和场外援助的相关信息 十号听后先是说四星任务不是一般人能做 接着便劝告杨瑶最好不要轻易使用场外援助 杨瑶听后一脸疑惑 便询问她使用援助的后果是什么 而她却微微一笑不再透露具体内容 却给杨瑶留下了一个忠告 不到生死关头切勿使用便不再说话 听后杨瑶顿时就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这只长相蠢萌的鬼鹰是杨瑶的贴身保镖 她跟随杨瑶经历了各种诡异凶宅的事件 当杨瑶处理完世家种地的房源后 走在路上正思考如何完成下个四星任务地下神殿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与杨瑶擦肩而过 而那人正是在医院拐走杨瑶母亲的男子 顿时杨瑶就转身大喊站住 结果男子直接卖腿逃跑 紧接着两人展开了你追我跑的局面 来到了一处废弃楼盘后 白衣男子见眼前没了路 便停下了脚步与杨瑶对峙 而杨瑶只想知道自己的母亲被她拐到哪里去了 可白衣男子却装作一脸无辜的模样 说那天的事自己也不记得了 紧接着就以机快的速度冲向杨瑶 好在杨瑶闪身躲过一拳 顺势抓住了白衣男子的手臂 以似两拨千斤的招数狠狠将她朝地上摔去 可就在男子触碰到地面的瞬间 她猛地用手一撑 完美地化解了扑街的风险 平稳落地后准备就此溜之大吉 可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只巨大巴掌 直接将逃跑男子扇飞了回去 在地上一阵摩擦后 男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杨瑶见证一惊 她不会就这样挂了吧 结果她的身体咔咔作响 像没事人一样又站了起来 此时杨瑶按道这诡异的愈合能力 绝对不是普通人类 紧接着鬼鹰朝着她扑去 可却被一道强悍的剑气击退 待烟尘散去后 白衣男子手持红剑已然站在了微楼之上 回头对着杨瑶说了一句 后会有七小菜鸟 接着便消失不见了身影 而杨瑶见男子消失后 痛苦地跪在地上 懊悔自己没有抓住 唯一找到母亲的线索 可就在这时杨瑶好像发现了什么 是那白衣男子遗落的信封 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组织 他们每个人都残害过自己的家人 而且还要在这次聚会中 分享自己残害家人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在一栋别墅内 白衣男子对着一位 坐在轮椅上的神秘女子 汇报了杨瑶的情况 并且已将信封成功遗留在她面前 而杨瑶这边看过信封后一脸的震惊 看来要找到母亲 只能先完成地下神殿的任务 很快杨瑶就根据地址 来到了地下神殿的入口 换上了他们的服装后 里面走出来一名接应的组织成员 她见杨瑶是一个人 疑惑地询问你的介绍人吗 而杨瑶也不慌 拿出身份牌告知 她老甲有事不能前来 已和组织内部汇报过 随后杨瑶就跟着她往里面走去 没多久就来到了地下神殿的会场 只见那些组织的成员已经全部聚集 他们见杨瑶进入后都开始议论纷纷 而此时的杨瑶见竟有这么多人 不免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应付得来 这时台上的会长大手一挥宣布 仪式正式开始 让新加入的成员分享自己的试炼过程 接着其中一名成员走上前 拿出手牌说自己的代号是作家 并开始讲述她完美犯罪的试炼过程 那是在一个月前 她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深山中 骗她走到山顶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可她妻子明显已经不耐烦了 对着她一顿臭骂后 自己就快步地往前走 没多久两人就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接着深山开始起悟 很快她的妻子就发现了不对劲 回头一看人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了自己 顿时就开始惊慌大喊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狼叫 紧接着一群恶狼出现在迷雾中 向着她慢慢地靠近 之后等这个代号作家的人 找到她十人已经身亡 而这一切的意外 都是她为了完成试炼计划好的一场完美犯罪 这个男的因工作不稳定 天天被另一半看不起 导致内心扭曲 制定了一起动物伤人的意外 将女友骗进深山 途中被鸡肠碌碌的狼群撕咬 最后等搜救队找到他们时 她抱着自己的女友无比的伤心 可实际上这都是她计划好的一场完美犯罪 当她讲完自己的犯罪过程后 泪血会长表示故事很精彩 而接下来这位成员走上前 拿出代号屠夫手牌 开始讲述她的试炼过程 说她只不过是把女友杀后埋在了浴缸下面 而她本以为这一切不会有人发现 可没想到有一天杨瑶的出现 发现了她的秘密 之后她因精神问题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进行审问 最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她杀害了护工成功逃了出来 听到这杨瑶也知道这个图书 就是404浴缸藏尸案的凶手 而且因为她的逃走暴露了杨瑶的信息 才会阴差阳错地导致邵敬安成为自己的替死鬼 而接下来轮到杨瑶开始讲述人偶师的试炼过程 当杨瑶讲述了人偶师将自己的家人开膛破度 做成一句句许访真人偶的经过后 会长表示杨瑶是新人中试炼最为出色的 将获得一只专属鬼扶的奖励 说完便拿出一颗心脏放在杨瑶面前 倒上诅咒聚合物 再将杨瑶的手掌滑出一道伤口 让杨瑶将血液滴在心脏上 瞬间沾染杨瑶血液的心脏开始散出煞气 待煞气消散过后 也还有奖励的名义将杨瑶带进一间密室 可当杨瑶进入后却被几名成员团团围组 其中一名成员表示会长的奖励就是将杨瑶献计 说完的同时杨瑶已经被刚才的鬼眼封死了退路 而他们原来早就知道了杨瑶的真实身份 以及这一切都是会长专门给杨瑶设的局 这时那名成员举起匕首对着杨瑶说了句再见 结果下一秒他就变得十分恐慌 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无法动脑 就在这时杨瑶一把夺过匕首 对着他说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加入这个变态组织的条件是杀害亲人 有将女友杀后藏尸玉刚的屠夫 和将家人制成人偶的变态人偶师 面对这群畜生不如的家伙杨瑶丝毫不准备留守 就算让他们下地狱都算是上帝的人词 此时躲在监控室的会长目睹了这一切 他狠疑惑鬼眼为什么会顺从杨瑶 而这一切都是在杨瑶血液接触到鬼眼的时候 他就已经彻底沉浮于杨瑶体内的变态了 随后其他成员接到会长命令后前往密室查看情况 待杨瑶从里面出来后 便大喊乌鸦把他们都杀了 紧接着便往人军跑去 等那几人上前查看时 发现里面躺着的是五具尸体 顿时就察觉到了刚才的那人就是杨瑶 可却已经为时已晚了 只见杨瑶高举匕首说道你们下地狱去忏悔了 就回刀斩杀了落单的两人 待两人倒地后 杨瑶已然被泪血的人团团包围 可杨瑶并没有惊慌 因为杨瑶早就派钱家豪 去空电室切断店员了 而那天白衣男子一落信封 正是地下神殿的路线图 就在钱家豪关闭店员的瞬间 整座神殿瞬间漆黑一片 同时杨瑶趁乱斩杀了一名泪血成员后 顿时就变成了一场大乱战 与此同时监控室的会长已经乱了阵脚 他怀疑杨瑶还有其他帮手 便让手下去空电室查看 而他来到空电室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在宫殿恢复后 那些泪血成员才发现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 借着一名干事让所有人都用身份牌确认身份 等他们确认完身份后 那名干事以为杨瑶已经趁乱逃了 而此时会长通过对讲机 让他们四人一个小组 只要是落单的就是乌鸦 而杨瑶早就在混乱中替换了身份牌 潜伏在一组小队中 在杨瑶解决掉他们后 心中想到一个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计划 于是杨瑶故意将自己暴露在监控中 随后会长果然派了所有人来围剿杨瑶 可这一切都在杨瑶的计划中 只见他们被鬼眼钉住同时 杨瑶已然手持匕首来到他们跟前 将他们斩杀之后 鬼眼的咒力也在此刻消耗殆尽 同时另外一组成员也赶到了杨瑶阵 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幕是表示不敢置信 而这时其中一人认为据点的人都是废物 杨瑶听到这个声音感觉无比熟悉 同时脱掉伪装说道 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杨瑶闯进了一个变态组织的巢穴 而且里面的人一个比一个变态 还遇到了将女友杀后藏尸玉刚的屠夫 他没想到杨瑶竟然没死在石家村 兴奋地脱去伪装 要亲手宰了杨瑶 紧接着拿出无关诅咒聚合物 表示自己很是期待这个东西的效果 而一旁的干事提醒他都吞下的话会超负荷 可屠夫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将武管都吞下 接着身体开始剧烈颤抖 下一秒手臂爆裂开来 而这种强悍的力量让他很是兴奋 可下一秒他突然神情一紧 身体开始服中扭曲变形 一旁的干事见状连忙让大家闪开 可却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屠夫身体瞬间炸裂 同时也波及到了其他三人将他们的身体刺穿 而杨瑶看到这一幕也十分震惊 没想到这东西的能量竟如此强悍 如今只剩下那名躲过一劫的干事 只见他冷哼一声说道 你不会觉得自己能赢吧 紧接着他张开双臂 将自己的双臂一画 告诉杨瑶自己早就完美融合了诅咒聚合物 和那些杂碎可不一样 说完便朝着杨瑶扑曲 就在他即将靠近杨瑶时 鬼鹰现身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的 瞬间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干事 已经宛若一只死狗一般 而现在这个变态组织只剩下那名会长 和他身边的助手了 这个女人的鬼扑竟是置无眼鼻的鹰 她不但相貌极其恐怖 而且还能将扑桑声化作骤刃攻击 由于杨瑶解决了泪血干事后 监控室的会长见对讲机没有任何回复 已然胎到那帮成员估计凶多吉少了 便叫一旁的助理出去拖住杨瑶 而自己则在电脑上进行删除操作 将关于据点的所有信息删除 同时会长的助理已经在外面等候杨瑶了 没多久杨瑶就出现了 调侃的说道看来你等蛮久了 助理听到声音 缓缓睁开眼 看到了眼前的杨瑶 顿时一脸震惊 没想到当初施家村有两只乌鸦 接着便开始讲述 少敬安本必死在施家村 结果却幸存了下来 最后还对我亲自出手 杨瑶听后不耐烦地说道 攀威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伪装了 他听后便取下头套 露出真帽 就在这时杨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哭丧声 回头一看并没有人 可声音却越来越近 忽然一束声波划过杨瑶的脸颊 留下了一道伤痕 就在杨瑶觉得攻击很是诡异时 身后再次传来哭丧声 而且以肉眼可见的声波朝着杨瑶攻去 来不及防御的杨瑶 身体被这些化作咒刃的声波禁术划伤 退到石壁后的杨瑶通过观察 发现那些各种角度袭来的咒刃 都是通过身边的石壁反弹形成的 便对着攀威说 看来这个大厅是你的主场啊 难怪少敬安会死在巷嘴 而被识破后的攀威不再隐藏实力 便换出一只极其恐怖的鹰鬼 告诉杨瑶尸体化的鹰鬼咒力 可是隐秘状态的武备 拖罢一股红色的鹰波 就朝着杨瑶风去 就在鹰波即将命中杨瑶时 鬼鹰现身暂时挡住了攻击 攀威见状一惊 没想到竟是鬼鹰 难怪你能走到这里 原来终点站的正鬼被你收服了 说完便露出不屑的笑容 原来鹰波攻击鬼鹰并不擅长 谁多久就对激风的出去 现在就是一处白光乍现 挡住了鹰鬼的攻击 待烟尘散去之后 攀威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他没想到羊瑶竟收服了鹰山鼓楼的狮王 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变态组织 竟于鬼宅脉的背后细出铜圆 就在攀威大喊鹰鬼使出全力攻击后 鹰鬼的攻击再次放大了十倍以上 同时通过环境优势加持攻向羊瑶 但却被鬼鹰和狮王禁术挡下 这时攀威见实力差距过大 准备溜之大吉 羊瑶嘴角威扬 你逃不掉的 只剑是一鬼同时发动攻击 直接击穿鹰鬼的身体 往攀威攻去 瞬间他的身体就如同烟尘一般潇洒而去 同时鬼鹰和狮王也在逐渐隐逆 这时过道内传来掌声 正是这个变态组织的会长 而他竟伸手邀请羊瑶加入他们 羊瑶听后没有过多犹豫 正准备冲上前去解决他 那会长见状立马伸手失忆等等 并问羊瑶到底是什么原因 值得让你为真眼这么卖命 羊瑶听后一脸疑惑 原来泪血组织与真眼也就是鬼宅脉 其实是细数同源的 羊瑶听后一脸的震惊 回想起之前遇到那些人是看到的温身 没想禁止这层关系 而那会长说完后 突然手指上方 羊瑶一愣 抬头往上一看 上面竟是一副阵法 就在会长还在继续邀请羊瑶加入他们泪血时 羊瑶打断了他 虽然我不了解真眼 但要我加入你们这帮变态组织 是不可能的 会长见交涉失败 便露出了邪恶的姿态 拿出一只虫子 说这是他的鬼仆一只二级阵鬼 羊瑶见状摆出攻击架势 突然周围开始震态 同时那会长高举手中的二级阵鬼 羊瑶没想紧杀气外泻 就能引起神殿崩塌 震间周围的石狗阻止了他 而羊瑶坐在下方无处可逃 你觉得羊瑶能躲过此劫吗 神殿突然崩塌 羊瑶身陷乱石之下 跑在古音师王所身抵挡乱石 直到神殿彻底发现 轰轰一声 羊瑶逃了出来 但眼前的环境却无比陌生 如同漠视场景一般 而这里其实是咒语形成的场景 羊瑶身至要逃出这里 就必须解决掉那只二级阵鬼 随即取出引路符 放在地上 撒上那只阵鬼残留的坟墨 瞬间一道金光从符纸射出 可却又反向折回 羊瑶见如此 一脸的疑惑 接着羊瑶好像想到什么 趴在地上掀起符纸 果然金光还在 而且是在地下 突然突然开始积了 破土而出 身长骑马有百楼高 就在羊瑶震惊之时 那只羊瑶直接驻向羊瑶 好在狗云及时 互对羊瑶躲开了巨虫攻击 可在逃离过程中 巨虫再次破土而出 就在巨虫即将的嘴之时 一道力量打开了他的七吞之声 而那道力量正是帅气的狮王 随即狮虫身体上 狮王离开了他的身体 直到羊瑶身前 而那巨虫正在吞噬地面 羊瑶见状一脸的不敢置信 随着那巨虫吞噬地面后 身躯开始颤抖 接着他的背部长出鸟齿 再次膨胀树北 变得更加巨大 这顿时给羊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接着巨虫再次扑向羊瑶 狮王率先挥拳出战 发出巨大的波动 鬼鹰剑撞上前 狮王合力阻挡 结果一尸一鬼同时被击飞 翻透两座大厦 被镶在墙上的狮王 全身散发煞气 瞬息之间飞向巨虫 狮虫狮身后 只见狮虫后背鼓起 狮王扯出筋骨破除 随着巨虫的一声哭叫 他再次攻击 而这次却连凭都为剑底一门吞噬 羊瑶面对这股强烈的 吸力无比的震惊 就在这时羊瑶的身体 也被吸了起来 鬼鹰剑撞一把抓住了羊瑶 在鹰铮散之后 有很绿色的剧情 变得更加的邪恶恐怖 咒欲世界巨虫再次进化 羊瑶身之如不将其彻底杀死 自己将无法离开这里 忽然巨虫背部射出光线 射向狮王 而狮王在躲闪之后 失去出现残影 接着光线射向羊瑶 羊瑶匆忙躲闪 就在即将被击中时 鬼鹰舍身抵挡 这因失去手臂 羊瑶见状紧张的大喊鬼鹰 这时巨虫内枪鼓起 喷出一股黏液 激进狮王 轰荣一声狮王被黏液蹭在墙上 狮身被黏液腐蚀 接着狮王和鬼鹰骤立消散 全部汇聚于羊瑶左眼 阵间羊瑶彻底黑化 这时巨虫再次撑出黏液 羊瑶徒手接住 持指黑化者出力掌 直接撕开黏液 同时煞气凝聚出一把黑枪 只扔向巨虫 瞬间穿透巨虫躯体 随着一声火掉 再次撑出地面 而这时黑化的羊瑶 深知以现在的状态 没发一次性将其抹杀 只能将剩余咒力 全部倾注于接下来的一招 把羊瑶双手挥去 狗欲赤红荒剑 瞬间空间撕裂 一股暗红覆盖整个空间 随着一只巨大的阵眼 出现在天空 巨虫就如同蝼蚁一般 瞬息之间巨虫背部 眼睛突然暴力 一生鲜肉 将巨虫包围 扼杀在巨物之内 同时羊瑶左眼冒出 鲜血恢复正常 可剧烈的疼痛 却让羊瑶难以忍受 你觉得羊瑶还能活着 斩杀泪血会长吗